第531章圣明语最大危机 王轩斩杀帝先后 持两剑至宝在手 还有人敢接近 来人是自负 还是真的相当的有底气 他也在审视自身的状态 确实不好 他的肉身 元神 内井都有裂痕 大多都是他自己撕裂的 外部元神有丝丝腐朽的气息 一切都是为三立光点让路 他提前让新元神都从核心深处出来 撕裂了外部的救援神等 大物弥漫 在这宇宙深空中格外诡异 寻常的飞船难以捕捉这里的景象 因为这和超凡有关 等级非常高的超物质 剑仙子确定了大物的成分 但是 这当中也带着丝丝压抑的气息 让人不适 王轩高度戒备 手持保卢 他死死地按住卢盖 并没有将羽化翻交给剑仙子使用 在这个阶段 感动他的人不多 要么是正常生物中的最强者 要么就是无可匹敌的堕落圣灵 他睁开精神天眼 扫视四方 宇宙虚空中只有大物 没有看到任何人的身影 让他越发神色凝重 突然 一道刺目的光束飞来 竟是一艘小型飞船在远空出现 对他开火 正常来说 足以将现实的超凡者打得血肉横飞 养生炉有金色涟漪爆发 横扫出去 在远处发生惊天洞地的大爆炸 王轩和剑仙子横移 远离原来的区域 熊二 干掉他 王轩喊话 他的精神传音波及附近区域 可是 那本应该在不远处的机械小熊没有任何回应 在奇异的大物覆盖下 他们那艘银色飞船消失了 不见了踪影 此刻 机械小熊满头都是活性金属冷汗 内心怕极了 在他不远处 与一座古老而成就的巨大飞船 像是一块大陆在漂浮 震慑雄心 他认出来了 这是与另一片宇宙有关的真正母船 足以碾压他这种有小型古箭体残骸改装的飞船 前方那艘漆黑如墨 壮阔如钢铁山脉的巨型飞船横跟星空中 让机械小熊有肿发自灵魂的恐惧压迫感 什么来路 王轩没有看到远方的母船 主要是大物封锁了 数艘小型飞船短暂开火后就后退了 这大物是法阵 江青瑶开口 王轩欲发觉得不妥 心神高度集中 同时他也在攻量自己是否可以持续大战 他现在的状态有些特殊 三立光点可见 但是并未真正化成新元神 新血肉精脆 新内景 光点正拖出来后依旧折服着 是因为提前出事了 还没有彻底圆满吗 他反思 心中略有遗憾 今日实在是被逼无奈才这样做 如果不撕裂外部救援神等 让三立光点出来 他肯定会大败 对抗不了地先层面的黑色圣灵 他有种感觉 外部救援神等原本是要和这个神话时代一起腐朽的 而新元神则要等待 要折服下去 会在未来剖开万部黑夜而出 现在一切都大乱了 他不知道会引发怎样的后果 默默体悟 他觉得问题不是很严重 三立光点竟在慢慢隐去 又要折服了 这是要返回泥土中吗 依旧认为不是生根发芽石 危险又接近了 王轩叹息 术欲静而风不止 这是一个艰难的局面 随着时间推移 竟让他有种将要窒息的感觉 他觉得 暗中有一双冰冷的眼睛在观察他 竟逃过他的精神天眼的捕捉 这就有些恐怖了 我要去一趟虚无之地 王轩暗中告诉剑仙子 他死死地按着养生炉的盖子 他想将羽化翻送进去 与世隔绝 他有各种猜测 强烈不安 当听到这种话语 江青鸟的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 刹那间 炉子消失了 王轩立足在命土上 然而就这一刻 远方传来恐怖的波动 太害人了 宛若心和拍击而至 王轩觉得身体要炸开了 他面色变了 不得不第一时间退回来 催动炉子 轰得一声打向远方 终于暂时看到对方模糊的轮廓 是个男子 身材挺拔 虽然是匆匆一瞥 但这个男子竟带给人 以无边的压迫感 像是十万大山降临 在人的心头中 让人觉得魂光都被压制了 瞬间而已 那个人就又就消失了 周围在此时大雾 一片寂静 他在阻止我 王轩心头巨跳 那个人很有底气 一闪而过 不怕他手中持着至宝 看身影很陌生 从未见过 江青鸟低声道 手中的紫霄和道见发光 像是一轮紫色大日 驱散附近的黑雾 诗 突然 见仙子灰剑 紫色的剑芒如同一挂星河 直冲而起 撕裂虚空 向右前方劈去 那里已经人影空气 大物澎湃 超物质若惊涛拍案 波澜壮阔的起伏着 太快了 这个人强得可怕 比帝仙道果的圣灵更加强大 江青鸟心情沉重 虽然天性乐观 但也难有笑颜了 此时 外界 消息走漏了 齐天的不重 有些是他的顾骄 也有部分是招揽来的普通仙人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不可能保密 有人透露后 消息像是长了翅膀般 传到各方的耳朵中 什么 王宣击毙了 王宣击毙了恶龙 他在现世 亲手斩杀了一位强大的帝仙 我没听错吧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当外界得到消息时 简直不敢相信 代表现实世界最高战力的帝仙 都能被涂掉 猎仙觉得麻了 回归现实后 很多人连逍遥游的道果都保不住 距离帝仙相差甚远 言言 你们小心圣灵 这种生物始终不安分 今天小王杀了附体齐天的 第先级圣灵 就连妖主的父母都在对外联系 叮嘱自己的女儿妖主 也告诫几位老友 你说什么 小王淡掉了齐天 不 是击杀了齐天体内的超绝世级的圣灵 老张都不淡定了 宁雪教祖心经 道 我去 这人间还真是变了天 王轩强盗这种地步了 帝仙都压制不了他 被他给反收割了 他们虽然都是绝世烈仙 但也无法和手持至宝的超绝世 共以超凡世界的未来 并为何方与主等人在一起 现在几人都有些精神恍惚 连妖主都呆住了 像是在听天书似的 这则消息对他来说太具有冲击力了 人间的王轩 杀了一位超绝世 深空中一些飞船上 有不朽之地的人 也有来自科技和生命之地的人 都被惊到了 简然 自这一日后 王轩在现世击杀超绝世的事件 将传到各地 在神话崩塌前留下浓重的一笔 这件事影响深远 即便超凡要落幕了 也震撼人心 不管过去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 都记住了王轩这个名字 哪怕过去很多年 有些人沦为凡人 在宇宙各地提及旧时代 谈论人间和仙界的高手时 也都会想到王轩这个名字 我去 王轩 不 是王教祖 这次真的逆天了 不得不说 黄明的消息太灵通了 和大幕中的各大阵营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他居然在第一时间就听闻了 旧土的折仙茶斋 此时生意一片火爆 大批的的超凡者赶来 听到消息后 几乎都不相信 黄明 你不会再造谣吧 王轩杀了一位超爵士 怎么可能 远远少女都被惊呆了 这才多长时间 那家伙上天了 你不信可以问妖主 我这则消息是明雪教祖亲口说的 他们已经回到旧土 黄明说道 阿弥陀佛鬼孙口颂佛号 看似平静 可是乍听消息时 手中的茶杯都晃了一下 有水花洒出去 魔色无言 又在想魔皇了 其连到张口结舌 难道下次再见面 需要自降一辈 喊他王教祖 总不能喊他输吧 周青黄浮了浮眼睛 内心躁动 这是真的吗 他和顾明熙相似 感觉无言 那家伙在枯竭时代 居然不断突破 让人觉得不真实 不朽之地 神明之地 科技和生命之地 三方都有强者在先到之地出没 有志强神明听到消息后 都扮上无语 尤其是和王宣起过冲突 被杀过人间分身的志强神明 爵士级的不朽者 都默默告诫自己 收敛敌意 以前的事 就算了吧 死的又不是真身 自这一日起 王宣的名字 响彻超凡世界 不管是不是落幕了 神话是否有未来 这一战都震动了星空 渐渐各地都听闻了他的名 也是这一日 王宣遭遇有生以来最大的危机 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这一天 在杀完帝先后 王宣又遇到了大敌 宇宙深处 紫霄河道剑斩出 但又一次劈空了 强如剑仙子在现实世界只比地先低一个小境界 手持残破至宝 居然锁定不了敌人 事实上 他和王宣都只是模糊的看到对方几次而已 赤圣灵旺 江青摇低语问道 说不好 王宣摇头 他心头浮现阴霾 对方知道他想什么 不给他机会将至宝送进虚无之地 他一旦要去虚无之地 就被干扰 险些被袭杀 大物澎湃 法阵激活 那人很镇定 不急不缓 按照顾有的节奏出没 他不怕我手中的至宝 王宣越发不安 死死地按着炉盖 事实上 养生炉虽然用着不顺手 但是 他还是有些底气的 这口炉子不至于反杀他 他心中有些猜想 对于画帆的忌惮远超过炉子 所以想送走 但始终不成功 那就只能暂时封印炉中了 就是因为他胡思乱想过一些可怕的念头 所以他也暂时不敢交给见仙子来用 于画帆 不祥之物 历代主人都死了 连有一个得善钟 现在落在我手里 王宣自语 哄的一声 他再次催动养生炉 因为又一次发现敌宗 持至宝追杀下去 然而 大物卷动 王宣又扑空了 至宝发威 连衣扩张 横扫了虚空 但什么都没有打中 他在研究我 不急于动手 心中太有底气了 今天 王宣的心彻底省下去了 对方并不急于动手 不是怕他 我感觉 他在现实世界中 比帝先还高了一个小境界 江青摇苦涩的说道 大概是这样 王宣点头 他轻叹 自身状态不是多好了 毕竟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 伤势很重 这时 崩的一声 他的内景地不受控制地开启了 隐约间有一双冰冷的目光望来 查看内景中的状况 王宣惊怒 再次轰出至宝 但是 依旧打空了 虚空大爆炸 被撕裂出很多黑色的裂缝 敌宗鸟然 过去 只有附体齐天的那个超爵士 即圣灵成功做到这一步 无声地开启了他的内景地 那也是因为 圣灵彻底掌控了齐天的一切特质 本身也等于拥有特殊的内景地 而且 那个时候的齐天在人间比王宣的境界高太多了 今天的王宣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杀地仙 再让齐天体内那个圣灵开他的内景地 几乎不可能了 这是谁 连剑仙子都被惊到了 轻易就能开启王宣特殊的内景地 着实可怕 让我有些失望啊 肉身 元神 内景都带着丝丝腐朽的气息 虽然生机依旧远超这个神话时代其他超凡者 可还是不及我的期待 那人开口 声音冷漠 在王宣又一次催动至宝时 当的一生 卢盖巨震 他居然封不住 压制不了 持卢的手都血肉模糊了 鲜血长流 当 卢盖被震开 根本阻止不了 磅驳的力量如汪洋起伏 从卢口喷勃出滔天的仙光 驱散大雾 羽化帆冲出来了 他已经复苏 全面激活 而后 他如同焚烧着 带着绚烂的仙霞飞走了 没入星空中一个男子的手里 被他一把钻住 羽化帆真正的主人 他早就全面炼化了此番 其实 他并不属于齐天 江青瑶大受震动 王轩双手满是血 抓住养生炉 盯着此人 他确实不认识 从未见过这个人 神秘男子很英俊 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身材挺拔 血气如海般涌动 射人心魄 给人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赤圣灵旺 江青瑶问道 王轩以精神天眼观察 第一时间就否觉了 道不是 这个人体内的元神之光 比焦阳还要圣烈 还要璀璨 根本就没有圣灵那种生物的一丝特质 但是 在这种至神至圣的炫目元神光辉中 此人也有丝丝腐朽的气息 总体给人的感觉像是仙道无法超越的大山 太具有压迫性了 第532章 至神至圣之兄 仙道腐朽 超凡消亡 在这个时期 竟还有如此强大的声明 真正超越了帝仙 璀璨元神照射虚空 血气翻腾 似海啸起伏 王轩的心彻底神下去了 他知道 今日处境堪忧 从绝对实力的角度来看 他真不是对手 他的精神天眼睁开后 就没有离开过这个人 一直在凝视 想要看透他的本质 但是璀璨如大日般的元神之光 尽可阻挡他的目光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元神外放的光辉而已 就能做到这一步 他的精神天眼受阻 但是 他也不是没有收获 隐约间 感觉到同类的特质 这个人让他有种熟悉感 江青瑶的小脸绷紧 非常严肃 双手持此削和道剑 和王轩并肩站在一起 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大敌 盈盈紫霞照亮他们两人 其天体内那头恶灵所渴求的 特殊底蕴就这样吗 让我失望了 我究竟是放弃呢 还是仔细解析与研究下呢 男子自语 他身材较高 但不是大块头 齐长 挺拔 气宇轩昂 外表看起来30岁左右 英俊而冷漠 双目开和监视闪电在绽放 羽化翻落在他手中后 自主洒落仙霞 散落仙物 天生和他融为一体 将他立身之所化作仙徒 王轩开口 我与你无冤无仇 同为超凡悉面沦落人 都是再也看不到出路的苦修者 没有必要伴着血和争斗 如果你对特殊的内景的感兴趣 我们可以坐下来了 我知无不言 我要的东西从来都是自己去去 哪里需要和人相谈 男子看着他 很霸道 脸色淡漠 道 虽然我感受到你的血肉 原神 内景地有丝丝腐朽的气息 道也和这个大时代相符 但是 我依旧觉得 你体内似乎还有些秘密 直觉告诉我可以挖掘下 他盯着王轩 相信自己的那种直觉 道 道是可以试试其天体内那个恶灵的手段 王轩听他称呼圣灵为恶灵 觉得他应该真不是堕落圣灵 你难道是 他明是这个男子 越发觉得 彼此间有些特质相近 对方也有特殊的内景地吗 这么推测的话 男子的身份未免太惊人了 让王轩的心头大地震 在这个神话时代 有确切记载的 在凡人时期开启过特殊内景地的人 在王轩之前 只有三个 王轩心绪激荡 根本难以平静 这个男子的身份呼之欲出 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上古失去数千年 那个人还能再现 千道第一人 江青瑶也震惊地睁大了美目 今日 先是见到了先道真君 其天被占据的血肉之身 现在又见到另一位身份来历更可怕的人 两人都难以置信 这不是圣灵 其血气雄魂如海 原神之光仿佛能射落下心月 给人至神至圣的感觉 竟是曾经的先道第一人 他没有死 从上古活到了今天 一直折服在暗中吗 这让人心惊肉跳 甚至可以说毛骨悚然 但是 王轩也有疑惑 第一人见到自己的同类 其天被圣灵吞噬附体 依旧默示没有物伤其类的感触吗 此人没有任何伤感 而且 还要效仿圣灵 想研究和解西王轩的特殊底蕴 要对他下手了 男子池翻走来 一步迈出 日月失色 星空颤抖 脚下蔓延出很多道黑色的大裂缝 他和至宝不分彼此 让超爵士都要心颤 王轩和见仙子静同时被冲击的亮枪倒退 这就圣人了 王轩叹息 他状态很差了 血战黑色圣灵过后 筋骨都断了不少 现在遇上一个更加强大的第一人 从不言败的他都有些苦涩了 有种无力感 但是 他能有别的选择吗 让他离开 这是我和你之间的事 无论你和我最终结果怎样 我都接受 王轩开口 看着对面深不可测的大敌 想让他答应放江青瑶离开 我和你联手 见仙子很直接地开口 让他独自去逃命 他不会答应 千让我试试你究竟有没有价值吧 男子平淡地说道 强势依旧 一步迈出 星空再次矩阵 他单手持与划翻 直接向前批来 这简单的一击 居然并无可避 一是太快了 二是法则轰鸣 有意外屡见光所困了天地 束缚这片宇宙 茫茫仙道气息铺天盖地 王轩和剑仙子同时出手 各自催动养生炉和紫霄和道剑 别无选择地迎击了上去 可怕的至宝撞击声 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哪怕两人全力以赴 依旧挡不住 羽化翻压落 同时披中养生炉和紫霄和道剑 震得两人手臂都骨折了 血肉模糊全都大口吐血横飞了出去 这是差距很大的体现 倒也还可以 我没有留守 你们不曾被斩暴 在现实世界中能硬抗到这个地步的没有几人 男子平静地说道 王轩和江青瑶都盯着他持羽化翻的姿态 这是将翻当剑来用 远方 宇宙飞船中 方与竹影子夫妇 超绝宫和沟臣地宫的两位鼻祖 佛道两家的强者 生命池中走出来的两男一女 都持着至宝 挡住疯子商议 没让他离开 五件至宝联手 也未尝不能构建出进光 显照另外两件至宝动荡于运的源头 佛门的苦修士开口 嗡的一生 五件至宝发光 构建出遇到极的时空进光 同时也在震慑商议 让他本分一些 果然 在这么多超绝世联手的情况下 五件至宝也成功了 只是画面略微模糊一些罢了 什么 有人当场瞳孔收缩 盯着宇宙星空下那道 持着雨画翻的身影 难以置信所见到的一切 怎么可能是他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他最起码死了五六千年以上了吧 连妖主的母亲都被惊住了 除雀伤意外 他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个古老时代 但是 关于这位第一人却有模糊的画像传下来 在场的都是超绝世 无论是方雨竹 还是苦修士 亦或是妖主的父母 都曾见到过那几张残破的画像 故此 有人第一眼就认出了 所有人都看向商议 观察他的反应 那个人曾经压制的疯子都没脾气 他一定能够确认是否为第一人在线 是他 没有想到 他还活在世间 难怪啊 我曾多次感觉到 像是有人在远方曾注视过我 竟然是他 商议面色严肃无比 神情名众 在场的超绝世文言 心头俱正 第一人从未死去 他最起码是六七千年前的古人 修行到现在得多么强大 而他却一直在折服 让人不解 心中难安 你没有说实话 方语竹开口 盯着进光中的那个人 又看向商议 道 那个人其实是你 对 看他握语画帆的姿势 分明像是在持着人世间 那种至高见到尽显无疑 妖主的母亲说道 难怪你想离开 怕事情败露 此地的你早先没有料到 至宝聚集在一起可以显照出那里的真相 疯子 你敢伤王轩 我和你不死不休 妖主的父亲寒声道 死死地盯住了商议 宇宙深处 王轩擦去嘴角的血 盯着那所谓的第一人 那种剑道 那种无形中的霸道姿态和神韵等 和剑疯子太像了 王轩和江青瑶都看过他的剑经 也看到过剑疯子在不朽之地大战的姿态 举手投足 至高见到神韵等 全部重合了 上古第一人 和他是同一个人 不对 应该是他得到了第一人的尸体 练成了不弱于自己真身的血肉化身 一刹那 王轩和江青瑶瞬间就有了不少联想 上古的诸多血腥事件和记载不相符 存疑 然后 王轩就头皮发麻了 无论这个男子是第一人 还是商议 都是六七千年前的无上强者 当时除雀芳与竹外 没有人可以制衡 眼下的王轩 状态非常糟糕 古断武藏裂 哪怕将三立光点都逼迫了出来 也挡不住这个人 他第一次感觉这么的无力 甚至有些绝望 不是他没有斗志 而是现在的他到横真的和对方没法比 难怪羽化帆能够振开颅盖 从养生炉中冲出去 此番明显是被记恋了很多年 彻底收为己用了 这就和某些猜测对上了 疯子商议除却人事件外 大概率还练化过其他至宝 现在得到印证 无论是横军 还是更早的人 亦或是超绝功的鼻祖 以及齐天 都只是羽化帆的过客 其真正的主人事商议 此前很多人并不相信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一个人再强大 也就能炼化一箭之宝到边了 然而 商议得到了第一人的血肉之躯 无异于再塑了一个自己 绝对不比他自己的真身弱 所以他有足够的实力 更有大量的时间 他是先到之地六七千年前的人 修到岁月久远 完全可以做到 王轩和江青瑶新潮起伏 想通了很多事 但是 他们都暂时选择沉默 没有去刺激这个可怕的疯子 当年 疯子商议不断挑战第一人 有明确记载 他从未赢过 最多就是平局 可是 第一人却从未杀他 岁月久远 很难知道第一人的详情 可他绝对不是一个试杀的人 品性过关 不然的话 与被挑战 赢了对手那么多次 万个冷酷冷血的人 早就击毙疯子了 可是如今 商议却将第一人的血肉支驱 炼成自己的最强化身 两相对比 让人感受到了 见疯子的冷酷无情 如果是王轩 他觉得自己会厚葬第一人 让他走吧 这件事真的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王轩开口 不是没有斗志 而是冷静下来后 他认为自己真的无力挡住这个大凶人 热血上头亦无用 江青瑶刚要开口 便被王轩阻止了 他暗中传音 道 不要和我争 活着最重要 你留下来能改变什么 我现在已无再战之力 你状态也不佳 先冷静下来 道理谁不懂 难得只是心中的那道坎脉不过去 江青瑶道 不是事怎么知道 前方那个男子的状态 无论怎么看 都不弱于商议的真身 而他确实也算是真正的商议 他看了一眼见仙子 道 你在我闭关之地 西霞高原 看过我的剑精吧 千战在一边 接着 他俯视王轩 一步一步走来 道 对于你 我还是吸收底蕴 看看结果如何为好 毕竟 我现在这具肉身和你是同类 应该能够对我有所补充 东 他单手持语画帆 果然是当作长剑来用 直接斩落 有至高剑光倾泻 撕裂宇宙虚空 当了一生 养生炉发出恐怖的轰鸣 璀璨仙光暴涨 规则碎片漫天渐落 点燃星空 但是依旧挡不住商议 王轩双臂的骨头寸寸断裂 血肉被撕开 他抓不住颅体 至宝被震飞了出去 他全身都在开裂 血染星空 不是他不够强 而是遇到了这种至神至圣至凶的人 远超常理 六七千年的道行 现实都没有全部压制下去 这本就是第一个开辟出特殊内景地的人的躯体 极致强大无比 再加上商议的元神 几乎算是人间无敌 第533章旧时代落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眼前的商议 拥有王轩的所具备的各种优势 特殊的内景地 敏锐的元神直觉等 并且积淀了六七千年以上 确实算是无解 王轩身体量呛着 一步一渴血 满身裂痕 艰难迈步 留下一个又一个血脚印 他还能怎样做 连智宝养生炉都被打飞出去了 落在远处 在这位最强者面前 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前所未有的绝境 他没有反杀的手段了 如果这都能翻盘 他自己都要怀疑 和命运女神私下里有不约会 另一边 见仙子的紫霄和道剑也脱手了 被震落出去 他过不了心中那道坎 不想看到身边的人在绝望中死去 忍不住出手 千百年前 他就经历过无比凄凉和悲伤的一幕 返回师门时 山峰断裂 遍地死尸 他不愿再见到这样血淋淋的悲歌 他满嘴都是雪墨子 伤势极其严重 怎能不出手 实在忍不住 你赢了 既然是目标是我 那就放走他吧 想要什么 尽管可以来拿 王轩开口 如果只是他自己 何须多言 战就是了 既然结局无法改变 那就血拼到底 但眼下他想尝试就将轻摇 见我一见 不死的话 他去留随意 张义扬起手中的羽化帆 示意将轻摇去捡回紫霄和道剑 王轩见状 也重新也将养生炉拎在手中 对方没有阻止 那时真的丝毫不在乎 强大而自信无比 诗 一道照亮宇宙星空的剑光落下 先是将王轩和养生炉劈飞 让他全身烟红 口鼻耳都被血液堵上了 骨骼和脏腑都撕裂了 前所未有的重创 商议将他劈飞后 才对江青瑶斩过去一剑 看似没有用力 但是那种剑光却至高无匹 任见仙子接连变化数十种剑道绝学 他周围秩序成片 剑光化成了海 化成了山 化成了规则星斗 排列成沙阵 可依旧挡不住商议 扑 江青瑶被一道剑气隔着很远的距离击溃所有剑道奥义 斩破各种惊天浮现的秩序之力 他被剑光击穿了 他手中的紫霄和道剑 因为承受剑光的一击 都被斩得暗淡了 从复苏到寂静 青瑶 王轩目自欲裂 那无匹的剑光 贯穿剑仙子后 破坏他体内的生机 撕开五脏 元神同样被斩得四分五裂 那种剑意在其体内弥漫 无处不在 绝世裂先被商议这种剑光击中也要死 不会有悬念那是至高的剑道规则 放眼人间和仙界 没有几人能挡住 王轩就要冲过去 但是被商议拦住了 王轩的身体在轻微的颤抖 眼睛通红 竭尽所能的催动养生炉 发疯般进攻 想接近江青鸟 然而 商议像是一座魔山 镇压在天地间 无法跨越 商议 你自己都说了 他挡住你一剑后 就放过他 王轩可雪说道 严格来说 现在商议确实没有再对江青鸟下手 但是这样阻挡他过去救治 他注定还是要死 王轩见他依旧阻禄 不再说话 他摇晃着身体 虽然有无尽的怒意 杀鸡 还有满腔的战血 但在商议超越地先的道衡面前 却显得苍白无力 这时 他终于艰难地触发了神感之上 他倾尽所能 调动三力光点中的力量 振动至宝 拖着破裂的躯体 不顾一切的进攻 要杀过去 然而 还是无用 商议露出异色 挡住他的攻势 并在观察他的路数 而后随着时间流逝 待他退出那种特殊的状态 商议再次挥动与话 翻将他劈飞 王轩留下一滩滩血迹 当再次看向江青瑶那里时 他的脸色顿时煞白 那可怕的剑光撕开他的血肉 掠开他的原神 要从他的体内爆发开来了 你想要我的特殊底蕴 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 想毁掉这些东西 还是能做到的 王轩平静地说道 这次 商议没有再阻止 让开了道路 王轩可雪 提着养生炉 亮呛着 身体发抖着冲了过去 他竭尽所能的出手 定住江青瑶的身体 小心接引出来残余的剑光 砰砰砰 有些剑光飞出后 在他进前爆开 让他血肉模糊 他将江青瑶收进养生炉中 不忍再去看了 因为 他身体内部还有原神 都被剑光绞杀的不成样子 活下来 养生炉一定可以保你活下来 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保人性命 你还有生机 一切都会好起来 王轩低语 扣上炉盖 用力握紧拳头 他不想让商议这种敌人 看到他脆弱的一面 但是他真的忍不住颤力 因为 他不知道江青瑶能否恢复 毕竟这已经是神话末年 超凡即将崩开了 他体内还有一线生机 那也是因为提前吃了天药的缘故 药力此时不断发挥作用 超凡世界崩溃后 养生炉还有那样保人不朽的神威吗 他不知道 况且 这个疯子会放弃带走养生炉的机会吗 王轩放下养生炉 想让他在宇宙虚空中飘走 但是 他知道 有商议在此 一切都是徒劳的 他没有发怒 也没有嘶吼 虽有无尽的杀意 以及满腔的愤懑 但到头来他只剩下沉静 无声地看向商议 纵有怒怨 以及无尽的悲凉 又能怎样 他现在确实不是商议对手 六七千年的恐怖积淀 此人几乎已经算是世间第一 仔细想来 他和这些人没有什么仇怨 也无冲突 自己都躲避到宇宙深处来了 可还是被寻到 遭遇了这样血淋淋的危机 王轩看着养生炉 又看向宇宙深空 他已经无力再站了 全身的骨头几乎都断了 摇晃着 就要倒在这里 可是 他又不愿让敌人看到他这么虚弱的一面 最后艰难结痂跌坐 冷淡而无声地看着对手 确实不俗 当年的我 和你同龄时 大概也不是你的对手 张义开口 道 你虽然不错 可我依旧不想收手 要解析你 他向前走来 手中与话翻洒落仙霞 你漫白雾 让他看起来像是在仙剑漫步 我和你无仇无怨 对收割你和那个女剑仙的性命没什么兴趣 我所做的就是顺我心意 研究超凡心路 为了熬过即将到来的纪念黑夜 那可是一段很难熬的寒冬啊 他到了王轩的境前 此时 他的内景地无声地开启了 并且也打开了王轩那特殊的内景地 两者的特质无比相近 到了这个时代 很多人的内景地都军裂了 甚至崩塌了 而他们内景中却还有生机 还有浓郁的超物质 但是他们自己清楚 未来还是注定会朽灭 自身能感受到那丝丝缕缕的腐朽气息 我不会杀你 只吸收你的特殊底蕴 甚至 我很希望你能活下来 毕竟 有特殊内景地的人命都很硬 我想看一看 当枯竭时代到来 你能否如纳草木经历也火候 在灰烬下来年再生 他冷声道 这种稀济道也不是什么仁慈和好意 他冷淡对之 想验证一些东西 这次 看到你的肉身 原神 内景和我这具身体一样 都带上了符合神话消亡时代的 丝丝腐朽气息 我很失望 他知道 自身的原神终究不是这具躯体诞生的 有些许腐朽气息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年轻人也如此 就让他叹息了 他没有得到他理想中的本源 争取活着 将来我大概还会来找你 希望你到时能给我惊喜 他咧嘴笑了起来 看起来灿烂 但是却尽显冷酷无情 即便是将来 他都不会罢手 对王轩寄予厚望当成了特殊的猎物 还想要再收割一茬 你当我是韭菜吗 待我复苏 再来收割 王轩开口 没有怒怨 没有暴躁 反而无比的平静 因为所有的激烈言语和怒火都无用 改变不了什么 接着 他又寂静了 无喜无忧地看着 关于自己的血腥和悲剧 张义张开内景地 和王轩的内景地对接 开始疯狂吞噬 接着 他的原神发光 璀璨无比 仿佛可以设落下心悦 入侵向王轩的肉身 我这也算是在帮你 神话末年 超凡寒冬来临之时 压榨你的潜力 为你创造机会 张义冷漠地说道 虽然在笑 但是却显得有些血腥 此时 王轩的体内有发光的本源血精 化成鲜红的丝线 不断向外飞去 没入商议的身体中 商议 突然 宇宙虚空中传来一声大吼 震动了此地 既见至宝共振 发光 形成静面 显照了这里真实的景象 让远方那艘飞船上的人交集 却无办法 最后 他们研究出借纪念也可以反向显照 映现飞船中的场景 这时妖主的父亲 在忍着无边的怒火还有杀意 在和商议对话 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缓 道 放了王轩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只要能救下王轩 他愿意此时低头 尽管恨不得要立刻杀了剑锋子 放了王轩 我也欠你一个人情 方语竹开口 他是如今唯一可以在单独对决中威胁到商议的人 他这样开口 确实让剑锋子都要认真考虑 呵呵 但是 最后 宇宙深处的商议抬头 笑了起来 道 想不到啊 我不置下迷雾大阵 外界也有人能看到 这宝盒在一起竟有这种能力 出乎意料 他根本不在意 道 我不收手又能怎样 要不 你们杀了我在飞船中的那具身体吧 宇宙飞船中 五箭至宝分开了 该说的话都说了 而现在 短时间内他们的确赶不过去 方语竹 邀主夫妇要杀商议的本体 先干掉一个再说 商议手持人事件 道 各位 我和他原本确实为一体两面 但是现在不同了 他想独立出去 和我早已不睦 甚至想收割我这具真身 我倒是想借你们之手降服他 将你大姨妈 妖主的父亲忍无可忍 轮动不休散就砸了过去 不相信他的话 这个人有大问题 宇宙飞船当即解体 在星空中大爆炸 挡不住至宝的浩瀚能量 方语竹开口 昔日第一人的身体落在你的手中 成为你的血肉化身 而上古只有你活下来 你的问题很大 各位先拿下他 超绝弓和勾尘地弓的两位鼻祖 想坐闭上官 不想下场 然而 方语竹的一番话语 却让他们坐不住了 传闻 商议练话不止一箭至宝 你们也看到了 与话翻真正的主人是谁 就不怕逍遥周也有问题 会一主吗 两人刹那积极了 勾尘地弓的鼻祖 更是直接附和到镇压这个疯子 我怀疑仙道之地上古的各种惨案 以及珠黄的问题等 都可能和他有些关系 大战爆发 商议即便在强横 也选择退走 不可能硬抗 但是其他人显然不想放过他 一路围剿 大追杀 这一天 所有至宝都在震动 都在轰鸣 仙界在熄灭 不朽之地 神明之地 全宇宙的超凡净土对应的大结界 都在崩塌中 当日 所有超凡者都惊骇 脸上失去血色 惨白无比 众人猛地抬头 他们知道 超凡即将崩溃 旧时代落幕了 第534章神话永记 宇宙深处 商议的真身带着血迹 驾驭人士见撕裂天地 纵横星空中 急速远去 他在逃命 这是多年未有的事了 自从上古 珠黄时代被终结 他就没有遭遇过 被人追杀 和围猎的生死险境 但是 今天 他的肉身 被打爆过一次了 若非有比地狱 黑凤涅盘术 更高级的手段 他刚才就死了 多年俯视仙道之地 屹立在金字塔顶端 这种血淋淋的痛 让他面色阴沉 但却也没有办法 只能继续逃 一个方语竹就很棘手 让他无比忌惮 而影子夫妇两人 联手也几乎不出他 再有其他人持至宝为杀 他就是神威盖士 也挡不住 诗 时空扭曲 逍遥洲出现 在这一群超爵士 再次锁定他 急速赶来 商议欲见而行 哪怕是至宝人士见 也没法和逍遥洲 比速度 东 方语竹的手镯飞了出来 漆黑的底色 晶莹的白色光丽点缀 现在宛若化成了一条宇宙星斗环 同时 妖主妇亲手中的不朽散 也散发漫天规则符文 覆盖了过去 臣民工轰鸣 晶莹绚烂 如同震腰般 从天而降 空杀下去 商议全力躲避 对抗 他叹气 都说他得到了几件至宝 有真实的传闻 也有虚假的 他其实除了人事件外 最想得到的是逍遥洲 可惜 数次都没有追上 从未入手过 扑 他再次鲜血四剑 染红宇宙虚空 强大如他 被以方语竹为首的人围猎 也挡不住 各位 现在偏离王轩所在的区域了 飞船毁掉了 如果你们不驾驭逍遥洲赶过去 时间拖得过晚 即便另一个我留守 将他丢在冰冷的宇宙中 他也会惨死 商议在搏杀过程中传音 又再次补充 道 仙界在崩塌 大结界在溃灭 今天神话注定会消亡 在拖延时间 你我手中的质宝都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了 逍遥洲的速度会锐减 妖主的父母恨不得立刻诛杀他 但是看了一眼方位 又不得不憋着一口气 想发作却也得面对可怕的现实 分成两批 一批追杀他 另一批赶向王轩那里 纵然分头行动 理论上来说 他们也能够对付两个商议 这一天 超爵士大战 商议真身跌血 他败走宇宙深处 已经被杀两次了 他是活了六七千年的上古巨拨 手段太多了 先后已不死残在生树 金铲斩可绝 连着复活回来 当日一个又一个大幕在崩溃 因为所有质保都在今日连续碰撞 和至高规则交融 消耗了神话时代最后的底蕴 间界大结界 心裂超过80%以上的区域 超凡崩溃大势不可阻挡 进入尾声阶段 今天这个日子真有意义啊 宇宙深处正在吸收王轩特殊底蕴的商议开口 他自然感应到了超凡在落幕 仙道之地正在崩溃 他看向王轩 道你如果熬不过去 死在今天 也有些意思 和神话一同腐朽 在同一天落幕 他挥动与画帆 瑞霞涌动 隔空控制养生炉 开启了炉盖 将剑仙子丢了出去 将宝炉收了过来 王轩原本在沉默 但是现在 舒得睁开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 将青瑶的身体 横在冰冷的宇宙虚空中 一动不动 依旧保留着那一缕生机 但是没有养生炉滋养 他很快就会枯竭 虽说人的精力有限 我练画不了第三件质宝 但谁嫌质宝多 留在身边总会有用处 他收起养生炉 该拟了 虽然让人失望 但总还有些特殊的底蕴 他盯着王轩 内景地对接 在汲取无限超物质支援 王轩体内发光的雪晶 一丝丝 一缕缕 被商议炼化出某种吸针的底蕴物质 霉入他的身体中 但是 他也在皱眉 总觉得蕴含着无法斩干净的腐朽气息 似乎还不如他自己夺来的这具身体 出开内景地 新生的血液 怎么会如此老化 难道这个特殊的大时代会极尽可怕吗 超凡要尽凋零干净 这样的话 唯有至宝也不见得能抵住 他皱眉 总觉得吸收到的底蕴太差劲了 让他都忍不住想终止了 商议的部分精神已经进入王轩的血肉中 在探索他身体各处的秘密 不放过每一寸区域 然后 他冲着王轩的元神去了 内景 肉身 元神一个都不会放过 你虽然一语不发 看着很沉默 但是潜在的敌视 那种含义 很浓重啊 商议冷冷的说道 他看着王轩 而后笑了 有些冰冷 道 没关系 吞掉你的元神底蕴 了解你心中所有的秘密后 我会帮你解脱 斩掉你的记忆 磨灭你部分精神烙印 让你从此没有仇恨 不知道悲伤 在这个世间 忘记所有的人 才是最快乐的 他一副很平淡的样子 道 留下你的残驱 留下你的残破精神体 这就足够了 空白的人生 寒冬下的枯萎根筋 希望来春还能再发芽 我若能挺住 会去现世找你 王轩感受到无尽的恶意 商议这是想在松魂过后 不夺元神底蕴 磨灭他应有的记忆 只给他留下用已在发芽的残破身与神 斩掉他今日以前的所有过往 这等于是剥夺了他曾经的人生 间接杀死过去的他 没有记忆 空白的人生 想报仇都不可能 没有仇人更没有过去可寻 我会将你丢在一颗生命星球上 你是我埋下的一株病树根 一定要再复苏啊 商议说道 王轩的元神已经退守到命土间 这一刻连三粒光点都似乎感受到了危机 自动没入命土之下 他的救援神中 精神思绪起伏 感受到了商议的狠辣和冷酷 让他恨不得立刻诛杀之 但是他真的无力了 他原本还想舍弃部分不朽的救援神之力 就当喂狗迷惑对方 保住三粒光点 但是现在看 或许不需要了 三粒光点居然在主动沉入命土下 这是欲感死亡接近 要逃向虚无之地吗 他觉得 救援神也可以逃进去 此刻 他只是在担心江青瑶 能活下来吗 还有他的肉身 可惜了 带不进飘渺之地 那就舍弃吧 指望别人仁慈 根本不现实 商议明显是想圈养他的肉身和残破精神 与其如此 他觉得 不如毁掉算了 三粒光点中的一粒 已经蕴含了他的血液精华 他希望有一天能够从虚无之地找到归土 回来后可以重塑肉身 虽然商议到恒生不可测 但他依旧没有大意 探索王轩肉身所有的秘密 最后才以原神之光逼尽命土 来了 王轩自然不甘心 就等待最后这一刻呢 虽然知道反杀希望渺茫 但他还是想试试 哪怕伤了对方也好 空偶 这一刻 命土中 斩神奇 斩神奇 银色兽皮疏 金色兽皮 一起剧烈抖动 他们所能存储的红色物质 全部爆发了出去 没入商议的原神 嗯 这种红色的霞光 即便是商议触及后 也被惊了一跳 原神刺痛 有种要被烧焦的感觉 但是 它足够强大 比住了 主要也是红色物质不够多 若是海量红光用来 大概率能重创它 空 命土下 竟有更多的红色物质冲上来了 那是三粒光点中的一粒在调动红光 代表它新原神的光团 前往虚无之地 不顾一切地引来红霞 红光冲起 它的命土都仿佛被烧融化了 似乎要大爆炸 商议心惊 快速退出这里 一股红色火光追了出来 让商议皱眉 原神居然被灼伤了 问题不是很严重 可是 有些古怪 它在尝试吸收红色物质 发现很难炼化 片刻间 红色霞光就消退了 散尽了 王轩的肉痕都被严重烧伤 这还是它早已初步适应了结果 这次的量过多了 商议摆弄展神奇和展神奇 它自然知道它们的来历 也早已知道展神奇落在王轩的手里 它没有耽搁 再次进入王轩的命土 发现有一层腐朽的原神老皮留下 稍微一碰就化成了灰烬 它稍微进入命土下方 立刻又退出 命土深处不可探究 容易出事而 尤其是对方生命力在消退 这命土随时可能会跟着崩塌 那样的话 它可能会跟着迷失和悲剧 事实上 它从未贯穿到过命土的尽头 此了吗 原神被它最后的底牌 红色霞光 烧成了灰烬 张义皱眉 以强大的原神搜遍王轩全身 没有找到其精神体 只发现残留的一道执念 那执念对他有无尽的杀意 最后控制住破败的肉身 居然对他挥剑 张义冷漠 以语化翻清扫 王轩手中那柄曾经斩断过 是地月亮上余线的短剑 其剑尖镜枪的一声被削断了 咦 这短剑很不一般啊 这么坚硬 张义诧异 换成其他一宝 可能直接就碎掉了 短剑只是断了半寸长 不过剑体也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张义看了两眼就没再关注 毕竟他连人是剑都有 自然看不上这种能被质保毁掉的兵器 他的内景地 依旧在对接王轩的内景地 还在吸收超物质本源 他的肉身也在吸收王轩体内残存的血精 不过 关于对于肉身的汲取 他渐渐放缓 而后终止了 主要是他嫌弃了 竟有很多腐朽的物质 这么下去对他有害无力 让他皱眉 实在太让他失望了 然后 他在吸收内景地本源时 也开始摆弄展身旗和展身旗 准备祭炼 放进了养生炉中 又以羽化翻催动 超凡永济时代到来 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 传说 将你们合一 就能得到遇到旗 我来试试看 商议在这里练宝 他找上王轩 对于展神旗是志在必得的 毕竟传闻昔日的遇到旗是第一质宝 养生炉发光 羽化翻震动 两件质宝发威 练化其中的两胆小旗 然而 任商议怎么尝试 都融合不了 废其 要你们合用 他认为 传说有物 这不是遇到旗的组件 应该只是防品 他取出两胆小旗 最后看了又看 挥动羽化翻 直接批斩 羽化翻是至宝 绽放无量光 自然威能无匹 吃拉一生 强如斩生旗 号称可以击杀超绝式肉身 兼顾不朽 也被羽化翻撕开了 商议看了一眼 越发确定 这是防品 但确实很结实 因为他并未化成灰烬 他挥动羽化翻 将两旗撕开 搅得四分五裂 枪 枪 两根旗杆也被批断成好几节 此时 王轩的救援神包裹在三立光点外 身在虚无之地 他竟能感受到外面的一切 这种状态很特别 此际 他无比焦虑 担心江青瑶的生死 同时他看到商议竟劈碎斩生旗和斩神旗 他很心痛 不管两旗是不是遇到其组件 都不是凡物 尤其是斩神旗陪他一路征战 都有感情了 结果却如同现在的他一般 残破了 腐朽了 被毁掉了 商议自然不是一般的强者 神觉无比敏锐 感觉那银色兽皮书和金色兽皮以及一根铁签子都和两根小旗有些关系 他懒得计较 直接挥动羽化翻去检验 能够承受质保攻击而不悔的自然是遇到其组件 如果挡不住他根本不需要 吃啦 两张兽皮也被羽化翻搅的四分五裂 铁签子碎成三段 都不是凡物 但如果不是质保 对我来说和凡铁没什么区别 他丢下这些残碎的器物 这时 对接的两个内景地都在发生变化 商议的内景地中超物质本源自然浓郁了 但腐朽的物质也多了 嗯 他盯着王轩的内景地 看到那粗糙的戒壁在军裂 在崩塌 快速毁掉了 与此同时 宇宙各地 所有大结界 都在暗淡 都在熄灭 全面崩溃了 以不可阻挡知识涌迹 至宝巨阵 轰鸣 像是在挨到一个神话时代的结束 张义的身体也不受控制的颤抖 他猛的抬头 知道超凡世界完了 在今日彻底溃灭 很快 他又转头看向王轩内景地深处 那是什么 他心惊 当腐朽后的内景戒壁崩塌 在其后方 有火堆于尽发光 有无比浓郁的超凡辐射 更有流血的生灵倒在远处 冷酷冷血如商议 平日很深沉 现在难掩震惊之色 那特殊的内景地破碎后 后方居然有这种景象 接着他便看到 有流血的生物在远处摇晃着站了起来 而后发出嘀吼 直接就冲了出来 张义竟有些头皮发麻 想都没想 转身就走 如果让外界的人看到 见疯子被几个垂死生物追击 居然落荒而逃 一定会震惊 扑 张义觉得后背剧痛 竟被抓去一大块血肉 他头皮都要炸开了 他第一时间吼道 我知道你们 你等即将死去 和我并无关系 一切都是因为 神话永迹了 第535章内景之后 张义身上有发光的血液溅起 后背皮肉脱落 脊椎骨都露出了部分 强大如他居然转身就走 没有厮杀和对抗 神话永迹了 他大吼 重复这句话 想阵醒那几个生物 它们一闪而过 比闪电还快 张义持有两剑至宝 逃走了 冲向深空中 这一幕让王轩出神 宇宙中数一数二的强者 大倒而冷血的剑风子 居然受惊而去 王轩轻叹 心中乐器略微出了一些 但是 他很快就又安静了 皱着眉头 这种情景很不对头 他注视外界 盯着崩塌的内景地 火堆已熄灭 烟气鸟鸟 这让他不寒而栗 仔细想来 竟非常善人 如果没有商议 当他自身遇到 这种情况会怎样 刚才看到商议被追杀 叠血远去时 他还很快意 可是现在只剩下一股寒意 从头梁到脚 正常情况下 他的内景地早晚腐朽 会自动崩解 那个时候 他或许正在满心期待 新内景诞生 有种涅槃再生的成就感 可是 那个时候 几个流血垂死的生物 若是突兀地撕开 就内景地 杀出来 突然对他下手会怎样 商议这种自上谷 活下来的大凶人 很安而冷酷 几乎算是横推当事无对手 连他都选择逃顿 王轩发毛 如果没有商议 被他自己撞上 会不会极其惨烈 那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那几个生物太快了 他处在特殊状态中 和三粒光点在虚无之地沉浮 能看到外部的景物 但并不是很清晰 关于内景地深处的异常 他早就知道了 当初曾以精神天眼 透过粗糙的戒壁 看到火堆江西 更发现有生物雪剑内紧闭上 被拖走了 当时 他就强烈不安 今天 那层窗户只被商议捅破 几个生物也因此找上了他 王轩露出异色 有些出神 但一点也不同情他 现在容不得他多想 我要救青瑶 他没有任何耽搁 冲向飘渺之地的那口池子 要带着那种 有惊人活性的物质返回现世 和我无关 宇宙深处 商议大吼 眼睛喷火 然后就传出了 至宝的剧烈波动 无尽光芒蔓延 照亮冰冷和黑暗的虚空 那几头生物很诡异 宇宙即将死去 血都流尽了 甚至都曾浮尸在王轩内景地外部连着的古怪之地 但现在他们短暂复苏 彻底发疯了 将死前 似乎非要逮住商议 追逐他的身影 在至宝光芒扫落过来时 他们居然消失了 接着 他们和至宝共鸣 共振 导致商议都被振得大口可血不止 给你们 他有规则之力 可以为你们续命 商议满身是血 又惊又怒 这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事 他心情恶劣无比 似乎帮那个死人挡灾了 他抛出紫霄和盗箭 途中激活 剑体杀气亿万众 紫光横扫这片宇宙虚空 剑芒如海在浩荡 几个生物没有理会断剑 身影由时而须 避开无量剑光 接着再现出来 语道和明 依旧向商议杀去 不得不说 商议不仅杀伐之力盖世 连逃命本领也极强 一路贯穿虚空 瞬间就没影了 横渡宇宙 可惜 几个生物锁定了他 咬定不放松 就这么一路似真似幻 在虚无合真时间转换 尽可以动用仙界冬念后 残余的最后规则 跟了下去 你们找错人了 不是我 张义鹤道 他脸色阴沉 后背露出白骨 手臂也脱落一大块血肉 满身都是血 近古以来第一次吃这样的爆亏 瞬间 他又回来了 将几人引向王轩那里 道 是他 他一脚将王轩的残破身体踢起 力道控制得很好 撞向那几人 要亲手送给他们一件大礼 这导致那崩塌的内井地 跟着轰谋而鸣 因为 还没有彻底脱落和毁完呢 几个生灵再一次虚化 从王轩那里静止穿行过去 并没有转移目标 依旧坚定不移的追杀向上义 而且 由于崩塌的内井地因为王轩被踢飞而再次剧烈震动 导致借壁后方那火堆鱼竟跟着动荡 烟尘四起 欲发激起几人的凶性 商业撕裂虚空 血速远去 但是摆脱不了 他一把抓住漂浮在远处的剑仙子 投掷了过去 结果导致他满是裂痕的肉身伤势再次加剧 血液流淌 险西就彻底崩开 这时商业有意留下全尸 却也要见其血液的结果 想尝试吸引那几个生灵 这个女子体内还有大量血精 和刚才那具腐朽的肉身不一样 他喊道 转身再次逃走 驾驭与化翻 背影刹那模糊了 商业 王轩有感 朦朦的看到外部的景象 他恨不得将此人千当万寡 因为见仙子状态更糟糕了 他抓紧时间冲向那口池子 可是 没有了展神旗 也失去了养生炉 和过去相比 他的速度变慢了很多 还好 尽管焦急 觉得消耗掉了漫长时光 其实外界过去并没有多长时间呢 这里宛若再盗取时光 各位 我无意打扰 今日只是意外冒犯了 我可以补偿 为你等续命 商业开口 他接连挥动与化翻 催动养生炉 但是始终打不忠那几人 虽然大结界崩溃了 仙界熄灭了 但是那几个特殊的生灵 还能动用至高规则的余韵 也可以和至宝共振 那几人在虚实间自由演化 认定了他 现在 商业唯有挺住 熬过这最后的时光 等几人彻底死去 不然的话 他自身就完了 我在最高等的精神世界中 发现一口血池 你们应该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 然而 让他心悸的是 那几个生灵不为所动 扑的一声 他的后脖颈被抓住 血肉成片脱落 更有规则碎片划过 险些将他的颈骨剥夺出去 别追了 他毛骨悚然 强大如他对上这样几个怪物 也只想立刻摆脱 而不是死磕到底 你们听清楚 不是高等精神世界 而是那最高等精神世界的血池 足以为你们续命 有些话语是真实的 他在最高等精神世界的某一秘境中 确实发现大造化 但无比危险 动辄就可以全灭闯入者 他这具身体中的元神 之所以不弱于真身中的元神 就是和最高等精神世界有关 张义在那里找到至高精神血池 可以滋补元神 那个时候 他毅然分割自己的主元神 一分为二 真身一部分 第一人的血肉中植入另一部分 而后 他借助至高精神血池 滋养漫长岁月 将两个元神都渐渐恢复过来 并提升到尽头 抵达仙界云许的天花板 当然 最初的那段日子相当的难熬 他整个人都疯癫了 也就有了上古疯子的各种传闻 扑 张义的一条手臂被撕下去了 痛得他忍不住一声嘶吼 他从未想到过 到横盖世的他在神话末日到来后 还会有这种惨烈经历 不就是人多吗 不就是能动用最高规则吗 若是一个一个的过来 谁杀谁还不一定呢 张义凶艳滔天 他催动两箭至宝 拼死对抗 片刻后 他的身体爆开了 垃成一团血雾 那团血光急速远去 那几个生灵顿时再次追杀 然而 原地那里 张义真身浮现 他动用金铲斩可绝 身体被打爆后 以部分躯壳碎片和血雾包裹着养生炉的盖子远去 吸引走几个生物 他自身则带着羽化翻核炉子的主体 头也不回地离去 无声无息 钟向自己的母船 这地方没法呆了 然而 他刚进入飞船中 那几个生物又在不远处出现了 放弃炉盖和血雾 再次锁定他 远航 开火 他下命令 张义知道那几个生物活不了多久 早已垂死 血都流干了 破内紧逼而出 在神话纪念时代必死无疑 就看他和那几个生物谁能熬得更久 只要不被他们追上就行 时间在他这边 王轩来到池畔 采摘天药 而后又以原神机影池中的银色鲜叶 没有容器 就只能这样上路了 他踏上归途 在他的身后拖着一挂银色瀑布 随他远去 最后终于回归命土 接近现实世界 命土被烧得不成样子 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他心头沉重 这次遭遇伤意 损失惨重 银色物质随他冲出命土 一刹那而已 他有些腐朽的肉身就自动吸收这种物质 因为他的伤太重了 至于他的救援神 早已在生命池中打过滚 经历过洗礼 问题不是很严重了 嗯 三立光点呢 他今夜 代表着新元神 新肉身 新内景的光团 也跟随回来 但是现在都不见了 暂时感应不到 他的精神和肉身合一 顿时感觉到剧痛无比 全身都被撕裂了 从内脏到骨骼 密密麻麻 全是缝隙 伤势实在过于严重 还有红色物质留下的可怕烧伤等 他说得睁开眼睛 一刻也不敢停留 冲向江青鸟 他横在冰冷的宇宙中 一动不动 那一线生机飘摇着 要散掉了 商已将他从养生炉中丢出去 后来又抛向几个神秘生灵 那种动作等于12次伤害 三次伤害 银色物质如仙铺洒洛 将剑仙子覆盖 浓郁的生机滋养 他破碎的肉身和熄灭的元神 暂时稳住他的伤势 缓慢修复 王轩皱眉 这片天地变了 连这样的鲜叶效果都急咒下降了吗 以大打折扣 他将重新采摘到的天药叶子挤出枝叶 低落进江青窑嘴里 让他快速吸收 连天药的效果也大幅下降 他的脸色变了 意识到绚烂的神话成为过去 人间没了超凡 事实上 他进入虚无之地 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到 外界早已是天翻地覆 发生很多次大地震 超凡界雪与腥风 一片哭嚎声 今日 所有超凡者 但凡没有至宝的人 最少都掉了三四个小境界 甚至有很多人掉了六个小境界 更有一批人 在这种剧烈的变化过程中 直接倒机崩开 撕裂了生命本源 蹊跷流血死去 这些人主要是烈仙 低层次的超凡者 相对而言更安全一些 站得不够高 衰落下来时 伤得也不是太重 有些人直接归为凡人 而至强神明中 顶级仙人中 绝世不朽者中 却有人却衰得过于惨烈 在当日作画 我自己反倒没什么大问题 王轩自语 低头看着身体 他也在大口吃天药 并以银色鲜叶滋补 居然在恢复 他的身体虽然伤得很重 但是并未撕裂本源等 因为沉入命土下方 折服在虚无之地 他没有受到致命冲击 狗熊 你在哪里 王轩震动精神领域 想离开此地 这里实在不够安全 可惜机械小熊没有回应 银色飞船不见踪影 目前他还是在十四段 似乎没什么大问题 当然他知道自己肯定有些虚 内景地都崩塌了 肉身被吸走不少血精 需要补一补 让三立光点早些复苏 自然出事才好 王轩皱眉不能在这里久留 江青瑶的状态太差了 如风中烛火 他被撕裂了生命本源 问题远比他严重得多 要活着 他轻语 可心中却浮现阴霾 神话落幕 一切都结束了 那些可以疗伤的超超凡手段 大概率都没用了 而且 那些密法应该是一天比一天效果差 他快速寻找散落在这里的各种器物 紫霄和道剑 还有更远处的养生炉的盖子 被他发现 立刻寻来防身 他看着斩神奇 斩神奇的碎片 一阵沉默 这应该不是至宝 如果是他的组建 必然不会被毁掉 你们和这个时代 和我的救生 和超凡世界 和神话 一起要腐朽了吗 王轩轻叹 而后 他盯住自己那依旧敞开 但在不断崩塌的内景地 快要彻底脱落了 和他失去联系 那里实在过于神秘 他刚才忙于救人 没有仔细观看 里面的火堆熄灭了 可是依旧有超凡辐射 王轩低头 要怎么就见仙子 我竟然没有掉境界 超凡本源还在 所以 我还能恢复 而青瑶的命土撕裂了 超凡再远离他 银色仙叶等都患不醒他吗 他一咬牙 抱起将青瑶随时会死去的身体 冲入崩塌的内景地深处 跨过那道他从未进入的门槛 粗糙的戒壁后方 他冲着那熄灭的火堆而去 第536章至高火堆余境 这片空间暗淡 深邃 熄灭的火堆很大 过去隔着内景地看不真切 现在王轩真正来到这片空间后发现 其面积接近一片池塘 现在他还有余温 鸟鸟轻烟蒸腾 并且在那里有超凡辐射 这里和外面的世界不太一样 他敏锐地注意到 自己的伏地碎片在这个又能够开启了 在仙界熄灭 大结界崩塌后 今日 神话永迹 发生了很多大事件 各种空间宝物打不开了 许多神物都失去异能 这也是王轩进来的原因 他抱着见仙子满是血迹的身体 接近火堆于静 希望有超凡余波涌动 可以救他 嗯 他的精神天眼何其敏锐 第一时间觉察到 在这片古怪之地深处 近还有一具流血的尸体 趴伏在那里 并且 那里似乎有一脚动了一下 王轩转身就走 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观察这里 就发现一具活尸 这让他心底冒出寒气 冷血狠辣如商议 那么强大 被几个生物追出去后 手里攥着两件质宝都直接跑路了 并被撕裂血肉 商议都防不住 现在 王轩有些虚 再加上大宇宙纠错成功 他没有完整质宝 实力或许已经不如从前 王轩抱着见仙子 刹那脱离此地 回到崩塌的内景中 接着又来到宇宙虚空 此时 腐朽的内景地已经正式和他分开 彻底脱离了 他没有什么身份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他皱眉 拉开很远的距离 那个生物并未追出来 现在安静下来了 没有了敌人 没有了生死危机 他仔细撕存 不寒而栗 那片古怪的空间 毗邻他的内景地 这是一直在惦记他吗 来到宇宙星空中后 他尝试开启浮地碎片 根本没用 空间容器成为一块普通的小石头 至于燃血的葫芦 同样打不开了 很多东西都放在里面 他没有想到 超凡在今日突然就腐朽干净 现实中的神异都渐渐失效了 那个生物没有追出来 他驻足后 仔细盯着那个方向 内景地持续崩塌 但是 他的内景与众不同 即便腐朽了 要回去了 也远比其他人的坚固 王轩低头 看着江青瑶 有些不忍目睹 他满身都是伤痕 鲜血淋淋 类似的话 他的骨头 五脏等都被剿断了 无论是天药 还是曾经的银色鲜叶 自今日开始 都对他效果不大了 不行 我还得去那堆灰烬前 他发现 见仙子的身体越发冰冷 那缕生机勉强维持着很艰难 随着时间推移 覆盖在他身上的银色鲜叶 大概率会愈发的没有效果 那个时候 他必然要彻底死去 王轩很疲惫 他也满身都是伤 虽然没有明显的隐患 但在这个特殊时代 想恢复过来太慢了 即便如此 他也上路了 再不去的后 他将永远见不到眼前这个人了 只能从小东西那里追忆 而真正成熟 空明的见仙子会勇士 无法再回来 他不想要那样悲惨的结局 冒死再次接近 抱着见仙子的同时 左手持卢盖 右手手持紫霄和道剑 随时准备血战 和活尸拼命 果然 王轩再次进来后 接近熄灭的火堆时 他再次感受到超凡辐射 随着临近 他的身体活性都跟着变强了 他时刻警惕着 注视远处黑暗中那具鲜血染红地面的尸体 似乎是个女子 年纪应该很大了 满头白发 他身上的衣服 样式不属于已知的任何时代 勉强可以归为古装 睡吧 你可千万不要醒来 他站在灰烬前 自身的伤明显在加快好转 比在冰冷的宇宙中强太多了 他的身上也附着银色物质 现在要效开始激增 果然 神物需要在超凡时代才能更有价值 这片古怪之地 残余着最后的超凡辐射 王轩甚至惊弈 这里到底有什么来历 可想而知 火堆旺盛之际 会有怎样的惊世奇景 超凡辟辐射燃鼎盛之极 仙界都彻底熄灭了 这里还能如此 令人敬畏 见仙子的生机在缓慢变强 转机出现了 或许可以起死回生 他充满期待 然后 准备付诸一些行动 因为这地方不能久留 外面可是有几个活着的生物 万一放弃追杀商议 突然回来 王轩的下场可能会很惨 事实上 再不走的话 相邻的内井地也快崩塌完了 他有可能就出不去了 燃血的葫芦 被他快速取出 在这里能够重新开启了 他立刻取出从不周山精神血池中采集的神圣液体 王轩动作麻利 将红色的神叶涂满江青摇全身 从伤口润进去 希望能够借助超凡辐射 滋养他破碎的肉身和元神 有一天能够苏醒 他自己也又一次沐浴高等精神世界的血液 可惜 不是商议口中纳持至高精神之血 不然的话 或许立刻就能救他回来 做好这一切 王轩感觉他的生机又变强了 持续增长中 他顿时露出喜色 对不住了 你们似乎也用不上这种灰烬 火堆都熄灭了 我带走于尽吧 他取出一个洁白的瓶子 本是顶级一宝 价值连城 但是现在 放在外界没什么大用了 在这里还能当伏地碎片用 他对灰烬多少有些忌惮 所以 单独收集于瓶中 瞬间完成 嗯 正在这时 远处黑暗中 那趴伏在地上的声铃发出声音 像是惊雷般在王轩耳畔炸响 他果然还活着 宇宙深处 商议真的要疯了 他逃无可逃 又被追上了 摆脱不了 几个生物有男有女 发丝花白 面孔有的还算年轻 有人没心有树眼 有人额头上有昔日至高规则符文烙印 你们到底想怎样 商议沉声问道 对方都进入飞船中了 彻底堵住他的去路 这一刻 他的内景地无声无息地被打开了 他终于也体验到了一把 不倾自来 外人恐怖压制的感觉 扑扑扑 绝夜四溅 哪怕他挥动与划翻 撕裂虚空 又将养生炉砸出去 都没有用 只是将庞大的母船砸穿 彻底毁掉后舱 商议身体被三男两女洞穿 他们的手都伸了进去 探尽他的命土中一阵寻找 简风子和其霸道 他冷血冷酷 今日竟被这人这么对待 瞬间 他手中的羽化翻箭光亦万缕 让整艘母船都爆开了 但是 依旧没用 那几人书的消失 接着又游戏而食 出现在他的内景地 商议满身是雪 身上有几个雪窟窿 他脸色冷冽 如果一对一的话 他有信心淡掉对手 但是现在五人联动 他们虚实互换 和至高规则与运结合在一起 让人防不胜防 五人的道横凝结为一体 你们在找什么 他意识到了 这五人在寻觅 在搜索 找完他的命土 又进入他的内景中 空 他们轰击内景 有些发疯了 因为什么都没有找到 商议惊怒 杀气席卷这片星空 他在犹豫 要不要自保内景地 这样或许能念了他们 尤其是 这几人本来状态就不对 应该可杀 但是 若是内景地被毁 问题将会非常严重 商议站在破碎的母船残骸间 满身是血 脸色阴晴不定 同时 他也有些怀疑 难道彼此间有什么误会 这几人到底在寻找什么 他心头一震 想到了王轩 他该不会在那个腐朽的年轻身上 错过了什么吧 各位 你们要找的东西 应该还在那个年轻人身上 商议开口 然而 这几人似乎绝望了 时间无多 神话永迹 他们即将彻底消亡 最后再次冲向商议 讲死的话 我便送你们上路 商议是个狠人 也发疯了 在这一刻 归动羽化帆 要自暴内景地 王轩身体僵硬 他叹息 今天真是多灾多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血腥劫难 难道现在又要血拼一场 会死在这里 这一刻 他不得不想到羽化帆 真是不祥之物 谁拿谁倒霉 会丢掉性命 简直没有例外 他无言 古人就不说了 最近 先有横军惨死 后有齐天几天 然后今日他不过 持在手中片刻而已 结果就落得这么个 凄惨下场 就是那难逢对手的商议 手持羽化帆后 目前生存状况也不乐观 正被几个神秘生物追杀呢 王轩慢慢转身 硬着头皮去面对那个浮在地上的女子 结果出乎他的预料 那道身影正在模糊 似乎要消散了 接着就真的不见了 原地没有异常动静 只是这片空间扭曲了 王轩抱着见仙子转身就跑 难得没有发生血腥事件 他时针经不起消耗了 连场大战过后 重伤加疲累 他实在吃不消 远离雨化帆后 运气都好了一些 他冲出去很远 内景地早已和他分离 崩塌家具 最后轰的一声 他那腐朽的内景地消失了 宇宙虚空中出现一个漩涡 而后彻底归于平静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王轩牢牢地攥着洁白的瓶子 并且没有扣上袋子 他担心这件一宝纵然装着灰烬 在外面也打不开 小熊 他看到远处的银白色飞船 竭尽所能 振动精神领域 以此萧和道剑加持 王轩 机械小熊一直在附近徘徊 估摸着商议不会回来了 他这才回来寻找王轩的残骸 没有想到见到活的他 舱门开启 王轩煞时冲了进去 喊道 起航 远离这里 越快越好 同时 他发现机械小熊没有以前那么灵动了 彻底跌落下超凡领域 更像是智能机械生物了 我的心灵像是蒙尘了 他的声音都有些机械呆板了 但是 依旧在忠诚地执行各种命令 他没事吧 机械小熊关心地问道 看着江青瑶 但他的面部僵硬 远不能和过去的丰富表情相比 王轩轻叹道 我会想办法 未来某一天让你重新变成一头超凡小熊 阴白飞船远去 从这片星空消失 王轩迫不及待 查看玉瓶中的灰烬 内部果然有超凡辐射 让他长出一口气 总算没有出现什么变故 不对 初 大变故了 他向内部探索时 头皮发炸 屏中尽有一个世界 确切地说 有一片暗淡 深邃的空间 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 和早先那片古怪之地的布局一模一样 屏中有一个池塘大的火堆 远处黑暗中有一个女子趴伏在远处 整片空间很深邃 无比神秘 王轩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整片古怪之地 这片神秘的空间 似乎都是有火堆鱼尽辐射出来的 更为让他心悸的是 那个女子动了 爬了起来 白发苍苍染着血 她缓缓站起 第537章大节戒起源地 王轩心经 原以为成功远离那片古怪之地 却不曾想 随身带着各活尸 她跟出来了 屏中世界 女子白发披散 面孔苍白 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痕迹 眼角已有鱼尾纹 但看得出 她年轻时应该容貌极为出众 便是现在 她也是气质不凡 有种俯瞰天下的姿态 眼神渐渐凌厉 破人之急 不过她身体有大问题 脖子上有一道恐怖的伤口 被割断了部分 血液淋湿半身 她看着王轩 没有说话 又慢慢回首 看向黑暗深处地带 王轩心里没底 这是什么时代的生物 是人类吗 别看是人形 但是 谁知道她来自什么种族 她身上的伤口 是谁造成的 是另外几个生物 还是说 这片空间中还有未知的可怕怪物 王轩没有妄动 握紧紫霄和道剑 还有卢盖 希望她不要发疯 最好再次昏死过去才好 她低头 看向江青摇石 顿时心头一沉 连有超凡辐射 在大宇宙成功纠错的现实世界中 她的状态又变得很糟糕了 来自高等精神世界雪池中的物质 还有来自虚无之地的银色鲜叶 在现实中作用太弱了 甚至 不足以维持她的生机 更遑论其死回生 王轩心中沉重 从这种现象她能够预感到 旧土 欣欣 大结界 一切和超凡有关的地方 是何等的残酷 估计这次大崩后 许多超凡者会很惨烈 连命都可能保不住 她觉得十分棘手 虽然拿到了熄灭的火堆 可是 有那个脖子都快断掉的白发女子屹立在瓶中世界 灰烬有主了 近来 这时 女子突然开口 王轩面色微变 但是 她没有迟疑 一咬牙抱着江青瑶进入瓶中世界 为了复活见仙子 无论如何都得冒险 这很有可能会是大宇宙中最后的超凡辐射了 也是仅存的救命机会之一 我也进去 帮你照顾她 机械小熊呆板地说道 跟着跳进瓶中 万一有战斗 她可以带着江青瑶远离那两人 看着她发目 没有灵性的脸 王轩叹气 点了点头 超凡勇气后 一类有人在退化 再过段时间 不知道她会怎样呢 白发女子脚下满是血迹 烟红的液体至今都没有干涸 她的身份存疑 王轩现在都没有想清楚 她到底是什么人 前后共六个生灵 他们为何毗邻她的内景地 这片空间有什么讲究 怎么看都觉得异常的离谱 女子无声地飘了过来 有血滴滴答答地落下 她没有刻意去止血 灵力的眼神渐渐有些暗淡了 似乎已经认命 尖道腐朽 超凡不存 终究要死啊 她低语 当然 这是精神层面的言语 王轩快速把江青瑶放在火堆盘的一块干净的青石上 让她接受超凡辐射 她自己默不作声 一边戒备 一边仔细观察这里 的确 整片空间都是由池塘大的火堆辐射出来的 在精神天眼下 有迹可循 越接近这里越真实 至于远处 熄灭的火堆辐射不到的范围 淡淡模糊 甚至空间都有些扭曲了 如同梦幻一场 这对她触动很大 一片空间 居然是火堆于尽辐射而生 真实正常的空间不是很大 以火堆为中心 辐射半径不过百米 超出这个范围 则是黑暗的 扭曲的 模糊的 不知道那些区域深处怎样 可惜你是有特殊内景地的人 却被人道取了底蕴 内景都崩塌了 女子在看她 再遗憾 也有惋惜 王轩顿时觉得 她那暗淡的眸子中 有丝丝缕缕的符纹流动而过 莫名光束划过她的身体 她在寻找 像是要看透她的一切秘密 还好 就是她自己现在也没有发现三粒光点在哪里 是 有一个叫商议的疯子 她夺走了我的一切 王轩颇为沉重地说道 这口锅扣的自然 事实上 冷血无情 霸道残酷的商议 确实这么做过 必须得要背上这口大锅 可惜 女子无动于衷 并没有杀出去 她虽有愤怒 但眼神又黯淡了 摇头叹道 即便有无限底蕴 有潜力成长起来 种子在这里又能如何 一切都迟了 早已来不及 神话永继日 就是我们彻底生死时 已经熬了太久 没有人 没有物品 可以真正永恒不朽 终究要归于过去 先是成为别人的记忆 直至所有痕迹都消失 王轩觉得和她有代沟 搭不上话 但还是忍不住开口 既然她目前没有出手 未散发恶意 她想弄清楚一些状况 前辈 这里是什么地方 她谨慎措辞 暂时收住了 没有多问 其实她更想知道 这六个声明什么来头 但她怕对方直接告诉她 是惦记她体内底蕴的 古代老猎手 那样的话 到底打不打一场 这里是大结界起源地 白发女子居然直接告知 王轩心头震撼 这里如果是所谓的 大结界起源地 那不就也意味着是超凡的源头之谊吗 她看向那堆火 顿时心头狂跳不止 是她曾经辐射出超凡世界 这个想法一出 让她自己都被惊住了 你可以看一看脚下 看一看四眼 女子说到 王轩低头 脚下是土地 可是随着她的注视 随着她精神感知捷尽所能的提升后 她发现了真相 甲方 是仙界 还有附近 也有大结界 但都熄灭了 黑暗下去了 王轩今天所经历的事已经够多 够曲折了 可是现在 她还是被惊得失神 一片又一片大墓 那是猎仙的居所 是诸神生活的空间 是超凡者要与化飞生进去的半物质半精神未灭 他们的起源 都和这堆火有关 是被她辐射出来的 将是知道她在想什么 白发女子开口 道 那些半精神半物质未免一直存在 只是超凡火光辐射进去后 诞生了超凡之力 王轩觉得 头皮有点麻 这火堆来头大的简直不敢想象 这堆火全胜时期 高于亿万丈 照亮仙界 超凡辐射浓郁 如今熄灭了 缩小了 一切都将消散 女子说道 这堆火什么来头 它是如何出现的 王轩问道 白发女子道 大宇宙 万古长夜下 偶尔有超凡流星划过 大多都聚集到这里 焚烧着 辐射万物 王轩低头 盯着超凡火堆余境 他还真的看到了一些烧毁的石头 以及一些枯黄的纸张 那是纸钱 灰镜看着不多 不足一个池塘大 但其实烧掉了诸多超凡心孩 烟灭了 消失了 只残余下这么一点 王轩听闻后 看向那些纸钱 这又是怎么回事 白发女子已经自己说了出来 道 时间无多 谁也无力改变什么 只能聆听诸仙的黄昏曲 我们注定要熄灭 所以烧些经书 烧些纸张 提前为我们自己送行 王轩想到了自己第一次进入仙界的事 曾在新涅的地带 看到有不少枯黄的纸钱飘落 他脸色有些发目 那些纸钱都是从这里撒落下去的 将来未必没有新的超凡火堆出现 当神话流星再次横空时 在宇宙各地坠落 曾经的仙界或许被再次照亮 从而复苏 或者诞生出新的大结界 但是 我们等不到了 他很遗憾 无比落寞 也很不甘 可惜啊 你天赋这么强 也等不到了 他看向王轩 多少带了一些情绪波动 道 那个破坏你内景地的人该死啊 他带着恨意 眼神再次凌厉起来 恨不得亲身去杀了商议 如果他没有破壁 火堆余温还能让我等坚持一段岁月 或许等来转机 可是现在 灰烬最后的余热也在快速消散中 今日 我们就要消亡了 女子叹息 王轩沉默 他其实很想说 你们想等来的转机 是不是和我的底蕴有关 他没有自找不痛快 事已至此 无需撕破脸皮 或许另有真相也说不定 他的猜测不见得靠谱 前被你的伤 他转移话题 想知道 谁要杀死他 白发女子笑了笑 捂住脖子 终于处理了伤口 白光一闪 那里愈合了 大宇宙纠错面前 谁能不伤 谁可以不死 每一个超凡者都要经历一场大劫 他这样说到 大环境的剧烈变革 他的血经 他的底蕴 也跟着涌迹 如那火堆于尽般见冷 生命跟着熄灭 前辈 你们怎么住在我 隔壁 王轩终究是没忍住 直接询问 这里为什么毗邻他的内景地 不是我们要和你做邻居 主要是你确实很了不得 过早开启了特殊的内景地 证实了你无比适合踏上修行路 也正是因为如此 你的内景之路 距离大结界起源低很近 王轩文言 一阵出神 自语道 坐在我自己楼 自满 自负 自恋 机械小熊呆板地说道 你想救他吗 白发女子开口 看向江青瑶 想 王轩立刻答道 不需要什么犹豫 他原本就想组织语言求助呢 只是他说自身会在今日死去 抵运已耗尽 他就没好意思提 白发女子道 超凡熄灭了 想救他的方法不多了 一是放进完整的养生炉中 可保住他 将来慢慢恢复 二是 我勉强为之 消耗自身 重新点燃一缕超凡之火 让天药 精神血池 还有那种银色物质 再现神化药效 请前辈救他 王轩开口请他救人 但是他心中却也是一尘 估摸着他或许有要求 白发女子 救他的话 需要以我残余的血精 点燃火堆 成与不成 也要看他自身是否足够命运 毕竟 这不是超凡时代了 一缕超凡火光不足以化此地为神话世界 我有一个条件 果然 白发女子提出要求 看向远处 熄灭的火堆于温辐射尽头的扭曲时空 道你陪我去一个地方 送我一段路程 前辈 你要去哪里 王轩问道 今日 如果没有意外 我注定会消亡 但我不甘心 要去划过这片大宇宙的超凡流星所在的源头 去寻找生路 我想找到真实的超凡界 白发女子目光坚定 进一步补充道 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 毕竟我只有不足半日的生命 第538章以至高神雪铺就的室外秘路 为什么让我护送 王轩问道 他有自知之明 他现在确实很强 但是和这个白发女子比起来差距明显 就连商议看到他们几人 都掉头就跑了 根本没有死磕的意愿 我身体受损 实力不济 怕失误了前辈的大事 王轩补充道 你太谦逊了 神话衰亡了 世间各地的超凡者普遍境界大跌 甚至 因此死了很多人 熬不过这种巨变 而你虽然被夺底蕴 却依旧没掉境界 所受影响不大 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白发女子双眼中露出两道热烈的光束 似乎颇为期待 他说的是事实 现在的超凡者很可悲 不亚于经历了一场最严重的流血大劫 烈仙中不少人在大环境巨变中惨死 高高在上的诸神也在消亡 一日间从天穷砸落在地狱 本源四分五裂 我要去的地方很特别 固有的道横 现世保住的道果 可能没有用 他说出问题的根结 如果前辈能救他 我愿意和你走上一趟 王轩开口 现在他没得选择 再耽搁下去的话 见仙子必死无疑 让我试试看 重新点燃超凡之火 白发女子说道 神色很郑重 他挥动宽大的衣袖 将池塘那么大的余劲拂开 露出一些没有烧完全 依旧内蕴神秘力量的星辰碎片 他将心还聚到一起 洒落下自身的几滴血精 然后眉心发光 复现至高规则的残余碎片 吃的一声点燃血精 落在星海上 一朵微弱的火苗窜起 点燃了 辐射出明显的超凡之力 虽然火焰很微弱 只有那么一团 但是依旧照亮瓶中世界 穷 感觉心中的尘埃变少了一些 明亮了 机械小熊最先懵懂地开口 本能的感觉到 这种光让他高兴和开心 江青瑶发生变化 被剑光脚断的骨头 还有破烂的五脏 以及那碎裂的元神 都在被天药 银色物质 精神之血滋养 这片地方神话仿佛重现了 那些奇物再次有了 起死回生的药效 能够将身体冰冷的人拉回来 但是 随着他身体内生机增多 向好的变化就稍微变慢了 这倒也可以理解 终究不是超凡世界归来 这是白发女子在速的神话余光 我只有半日的生命 我死后 残火还能继续燃烧半日 那时 他还没有苏醒的话 就只能借助养生炉了 女子告知 如果前辈顺利抵达目的地 活下来呢 这朵火光是否始终燃烧着 王轩问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还真得拼命护送 白发女子摇头道 你想多了 我并不想欺骗你 即便我活着 这朵火苗也不过是能够多燃烧上一页而已 他越是这样说 王轩越觉得可信 多上一页的话 也值得他尽力去护送他远行 此时 王轩骨骼劈啪作响 断骨慢慢接续 他原神发光 斩去腐朽的气息 他自身的状况再变好 在他的体内 记载于石板至高经文中的一种疗伤秘法起到了作用 稍微运转 全身发光 原神共振 他尝试以此密法帮江青瑶引导超凡之力流动 但是 他发现作用没那么大 主要是他的本源被撕裂了 运转这种至高经文还不如以天药 精神之血 热物系无声的滋养 需要时间 慢慢让其本源愈合 让崩裂的命土恢复 我们该上路了 我时间不多了 白发女子提醒 她只有不足半日的时光 最后看了一眼这里 又抬头看向瓶口外的世界 她有至高规则残余的碎片加持 目光洞穿瓶外的飞船 看向宇宙星空 有些留恋 最后毅然转身 她要离开这个世间了 王轩跟着她上路 走向火堆于进入金辐射不到的区域 走出一段路后 就步入了那扭曲的空间 在途中 她收起了地上烟红的血 有她自己的 也有别人留下的 进入扭曲的空间中 王轩的感知都异常了 也像是扭曲了 听到各种奇怪的声音 看到许多莫名的景物 保持静心 忽略外景 一切都是虚假的 唯有脚下的路的为真 我们要踏上一条密路了 白发女子严肃地提醒 扭曲的时空 各种怪物模糊地浮现 连她们也是变形的 有的薄如纸片 有的庞大如星辰 一动时 瞳孔都如允星划过夜空 还有一些植物 一株草比一颗大星还壮阔 根须将星球刺透了 也有怪于在黑暗的大宇宙中 百尾游过 光怪陆离的景物 许多如同摩音般的经文声 以及各种的生灵的话语 一股脑地挤压过来 王轩觉得 没有比那篇记载于一页枯黄纸张上的经文更适合此地了 虽然被她戏称为精神病大法 但来头极大 她其实讲究的是唯我为真唯一 高深莫测 就连昔日的第二至宝 慕天静 都是借此经文链制成的 前方 扭曲的时空中 出现一条可见的路 以超凡星辰碎片铺就 一片又一片 彼此不挨着 通向无尽虚空 但他们现在没有超凡辐射 因为所谓的超物质在大宇宙纠错面前 也近乎冷静了 这种心还和火堆昔日焚烧的是同源物质 在这里竟铺就了一条路 连着哪里 这是我和其他人艰难定位 开辟的道路 铺下超凡星辰 我们曾九死一生到了终点 依旧打不开最后的路 只能无功而返 白发女子叹息 很不甘 他告诉王轩 这条路不算危险 只有最后接近目的地时 自身的道横道果会出现异常 周围 幽暗 深邃 仿佛来到了深空中 附近的时空依旧扭曲着 各种怪物 各种离奇的模糊景象浮现 今时不同往日 神话腐朽了 这条路的尽头 或许有一线希望能被打穿 我最后再去尝试一次 简然 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不过是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次抗争 希望踏出一片新天地 成功 就活着 失败 那就再也没有归期 会死在这条路的尽头 那五位前辈呢 还会回来吗 他们不想最后试试吗 联手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 王轩问道 回不来了 他们早已对这条路绝望 应该会死在外面 算一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大动干戈之下 或许早已凋零落幕 他平静地说道 到了他这个层面 历经无数岁月 哪怕有人死去 也看淡了 事实上 他走到这一步 一路上得到了很多 也失去了太多 红尘中 仙界间 那些人那些事 成为记忆中 泛不起浪花的水波 一路平静地流逝远去 宇宙中 商议手持语化翻译声入后 蒙力辉落 将自己的内景地自爆了 再加上至宝发威 和空间崩塌一起进行 在这个时代 规则与运都遇发难 已浮现的情况下 那三男良女果然被重创了 他们本就要在今日死去了 连续施展手段 已经是强弩之末 东 这片地带 发生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有至高的仙神血液事件 远方 影子夫妇 超绝公和 勾尘地公的两位鼻祖 佛道两家的高手 正在急速赶来 接近王宣消失之地 手持至宝的超绝 是分头行动 早先影子夫妇 他们还坐在逍遥洲上赶路 但在各大结界崩溃 仙界彻底熄灭后 他们不得不半途冲向最近的一颗生命星球 坐上了宇宙飞船 到了超凡彻底腐朽的时代 虽然提前积淀了足够多的超物质 且有至宝在手 他们也不敢随意挥霍了 哪怕强大如他们 也要准备过冬了 这个时代注定很难熬 甚至随着时间推移 有至宝在手 他们也可能会掉境界 人呢 王宣 影子夫妇焦虑 站在飞船上 扫尸这片燃雪的战场 没有发现想要看的人 张义 我要杀了你 他们两人是王宣为伴子 此时无比心痛 一时到来晚了 另一边方宇竹和生命池中的超爵士 一起追杀商议 已经杀了他三次 但都被他已经残斩可绝 与化神蝶术等一次次复活 现在 神话突然大崩 在超凡纪念之下 他应该没有复活手段了吧 希望能干掉他 就怕他一心逃顿 难以截住他 不久后 他们接到其他飞船发来的信号 远方曾有母船大爆炸 疑似手持与化翻的商议引爆的 走 过去看一看 他们快速起航 离开这片区域 王宣和白发女子上路 那一块又一块超凡星辰碎片 每相邻一段距离 就在虚空中扑就一块 仔细看 镜都染着雪 通向宇宙室外 谁的雪 他有些惊异 这是一条染雪的路 我与另外几人的雪 女子说道 眉心发光 有至高规则碎片浮现 吃的一声点燃雪叶 让超凡星辰碎片燃烧 他们越起 横渡虚空 每次动落在这种超凡星辰碎片打磨成的石板上 雪叶半着火光 映照他们的身影 两人快速向前冲去 毫无疑问 那是超凡火光 也是当时最后的超凡辐射路途 白发女子在末日追寻自己最后的梦想之地 中围 黑暗 雍碎 像是在大宇宙中 时空依旧扭曲 不时有各种异常景物出现 干扰人的心神 王轩见到 有巨大空黄的叶子在扭曲变形的宇宙中飘落 压碎了一颗生命星球 也有宇宙飞船残骸飘浮 还有神秘生物的巨大脚掌踩碎一片星空 看不到那个生灵的全貌 前辈 神话崩灭后 只有这样一条路可以继续追寻超凡吗 王轩在路上个问道 对我来说只剩下这条路了 对外面的人来说 还有其他虽绝望但也可以试试的路可选择 还有什么路 王轩来了精神 未来必然要面对 如果能够从一位至高强者口中知道一些秘心 自然会少走很多弯路 其中一条路可以沿着超凡光海离去的痕迹 努力定位寻找最后的消失之地 试试看 如果有勇气跟着超凡光海于运撕开的生死路 一跃而入 还有一条路前往天药诞生地 突破最高等精神世界 或许有契机 但是没人成功过 此外 前往某些圣灵原本所在的大宇宙 也是一个选择 可是连圣灵自己都回不去了 而我只有这条超凡流星辐射之路可走 他竟然一口气提及四条路 王轩失神 这些寻真之路 是最后仅存的出路吗 前辈 你为什么不能走其他三条路 你和另外五人到底有什么来历 他终究是忍不住问了这个问题 我们也曾是超爵士 说是幸运也好 说是不幸也罢 我们各自和一个大结界融合在一起 算是另类的河道了 我等同至高规则交融 虽然获得了不凡的伟力 但是仙界熄灭 大结界崩溃之际 差不多就是我们生死时 所以 今日我们要消亡了 女子没有隐瞒 竟说出这样的话 王轩心头震动 想不到六人居然有这样的来历 要到了半日后 他们沿着燃雪的超凡星辰碎片铺成的路 接近了目的地 女子一路上点燃了最后的超凡火光 她叹道 我有预感 终究是要败亡 我会死在尽头那里 这路火光 可然一日 我若是惨死 你立刻沿着原路返回 还能归于现实中 第539章通向超凡界的路 讲两章一起发出来的 结果只写了一张半 先发吧 第二章会早更新 到了 就在前方 白发女子驻足 谨慎戒备着 神色变得无比严肃和郑重 正如她最初时所说的那样 路途没有什么不可对抗的危险 关键是最后这段路 一切都不同了 让人的道果不稳固 现在连王轩都觉得 一身道横在起伏 如平静的湖面投入一块巨石 浪涛已经被激起 剧烈动荡 枪 他背负紫霄和道剑出鞘 冰冷的剑锋 紫盈盈的剑体出现在他的右手中 随时准备应付未知的危机 卢盖发光并变大了 被他当成盾牌来用 提在左手中 在这个时代 或许只有至宝 还能有些超凡威势 其他各种飞剑 异宝 神物等差不多都沦为凡物了 前辈 需要兵器吗 王轩问道 白发女子摇头 美丽的面孔上带着岁月的痕迹 双目虽然依旧有神 但是眼角与尾纹明显 他盯着前方 道 你体内力量的起伏和波动 幅度比我的小 武器在你手里用处更大 接下来我可能会忽强忽弱 甚至成为凡人 我会尽力出手 王轩说道 白发女子始终没有动 像是有所预感 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深厚的路 幽暗深邃的大宇宙虚空 一块一块星辰碎片 铺成一条染血的通道 闪烁着这个年代最后的超凡之光 他向前走去 穿过一层泥雾 前方虚空中铺就的路 有些星辰碎片 已经破裂 更有残骨留下 谁留下的骨 王轩神色凝重起来 那些残骨还有血 很醒目 不用多说什么 沙法随时会出现 有我的故人 也有我自己留下的 昔日被重创 匆匆退走 很是狼狈 他平静地说到 那个时候 超凡还胜烈 连有道西面时 他虽然在这里被几乎死去 但是退走后 以他那种层面的实力 恢复起来不成问题 但是今天 如果被重创 那就没有活路可言了 天药至高规则 一切和神话有关的东西 都失效了 尖到彻底腐朽了 我认为这里或许也到了黄昏之际 各种莫名的危险状况都跟着下降了 不会再那么可怕 他短暂停下脚步 道 如果 是不可为 实在过于危险 保命要紧 你可以提前退去 不用管我 王轩沉默 而后点头 不管怎样说他都将尽力 如果实在是不可为 那他确实也只能保命了 他从最初的交易心态 略有抗拒 到现在已经想拼尽力量来相助了 因为他感觉 对方有提携后劲的意味儿 白发女子让他一路跟随而来 此也是在向他揭示有这样一条路 让他提前见证 看到各种危机 为将来早做准备 凝雾后 王轩的道横早先如同平静的湖面被打破宁静 现在则像是翻江倒海 起伏更剧烈了 白发女子身体摇动 当强大时 他目光射人 能以至高规则残余的碎片撕裂虚空 虚弱时他则化成了凡人 这片地方果然古怪 尤其是前方一片黑暗 连一块又一块星辰碎片被点燃后 发出的火光都暗淡了 飘摇不定 透发出的超物质时而稀薄 时而浓郁 周围 依旧是扭曲的时空 黑暗 深沉 欲发见不到其他色彩 突然 一片枯黄的叶片划过 从扭曲的空间落入这条路上 起初轻飘飘 但刹那间加速 像是一道闪电俯冲而至 并且 它变大了 由碗口那么大 化成磨盘那么大 枯黄的叶子 在这里有淡淡的规则与韵 开始快到不可思议 扑得一声 白发女子美丽的面庞上 被划过一道血口子 强如他道横波动太激烈 刚才也没有避开 那一刻他的道横虽然下降了 但也不至于很离谱 居然被一片叶子破相 这是从大道神树上落下来的吗 他翻手拍击 叶片裂痕密布 飞了出去 而后在不远处爆碎 但是 突然间 一抹金光飞来 像是一条真龙 发出惊人的精神威慑 扑杀到了眼前 要绞杀白发女子 他顾虑亮呛着避开 看得出 在这里他被严重干扰了发挥 诗 一抹紫盈盈的剑光划过 那个生物发出灵魂嚎叫 被斩断尾巴 化作金色闪电 退向扭曲的空间中 王轩看清 竟然是一条金色的大蜈蚣 手臂那么粗 一人多长 尾端断了 他才消失 又突兀回首在线 喷吐黄金大物 不用想这大概是剧毒之物 而且与超凡有关 王轩震动颅盖 他发出光芒 驱散黄金雾隐 毒虫留下一道残影 再次临近 扑得一声被王轩以紫色 见光斩首 这才临近目的地而已 他们就遭受了攻击 毒虫魂体 不是血肉之躯 王轩此时走到前方 准备开路 女子的状态实在不稳定 很容易出视耳 大多都是灵魂状态 像是迷失了 白发女子点头 哗啦啦 铁链摇动的声响传来 前方 有一个高大的身影 他无头 从脖子那里被斩断 失去手脊 手臂和双腿都缠绕着 黑色的金属链子 他像是一个囚徒 带着枷锁 但是 他依旧很凶恶 没有头颅 从身体内部 发出激烈的嚎叫声 冰冷的金属锁链碰撞的声响传出 一条黑色的铁锁笔直的冲了出来 让虚空都略微扭曲了 这个地方的魂体很特别 依旧有不俗的战力 王轩挥剑 呛的一声斩断黑色的金属链子 和这个生物厮杀 一箭划过 将他力劈为两半 如果神话未熄灭前 残破至宝触及他 必然让此人瞬间湮灭 但是现在也只是惨死而已 慢慢军裂 崩碎成血肉块 白发女子道 超凡不存 连这里出现的迷失魂体 也都被压制了 但比外界要强 毕竟前方疑似有超凡界 若隐若无见还有辐射 小新 他突然叫道 这时 他的道横波动到高峰 眉心发光 一道巨大的光束劈了出去 前方 扭曲的时空中 有一个极尽璀璨的兽影扑来 带着无尽雷霆 是一种没有见过的物种 猙獰的兽头 人类的躯干 金鹏的巨爪 龙的尾巴 他是雷霆规则碎片所画的猛兽 白发女子提醒 闪电划过 他的速度太快了 围绕着两人披下一道道雷霆 按着规则碎片 这头怪物杀伤力很强 能威胁到两人 王轩挥动紫霄和道剑 和雷霆猛兽多次碰碰撞 这头凶物远超此前的独虫和囚徒 放到外界去 会引发一场灾难 这个年代了 还能动用残余规则 确实很离谱 枪 王轩削掉他的一只捧爪 按着规则碎片在震动 爆发 有雷光击中王轩 让他手臂上焦黑 血肉脱落部分 养生炉的盖子 踢他作响 挡住数十上百道光束 如果东落在他们两人身上 后果不堪设想 东的一生 最终卢盖砸在此兽的头颅上 让他的身体崩碎大半 接着紫霄和道剑划过 由规则碎片组成的身体 顿时瓦解了 雷光四处击射 引发一场能量风暴 王轩尖头 手臂和后背都有血 被雷光劈中过 让他面色变得无比凝重 这地方太不一般了 还有超凡残余 他已经虚弱到极致了 当初他是完整规则化成的猛兽 白发女子说道 前方寂静 没有出现什么魂体 但是白发女子却叹息 道你走吧 立刻掉头回去 很明显 在他到横波动到高峰时 有所觉察了 预感很危险 不好对抗 王轩迟疑 虽然距离目的地很近了 但是他才出手三次 还没有怎么出力呢 有些不尽责 大概来不及了 全力激活至宝 女子开口 王轩照做 无论是卢盖 还是紫霄和道剑 全部绽放光芒 将两人覆盖 无声无息 前方有煞气弥漫 接着是一股黑色的风 并不猛烈 但是景象极其恐怖 扭曲的时空中 有怪物出现 其中一个山岳那么高的黄金神魔 刚俯冲过来 就被黑色的风吹的皮肉消散 骨头断裂 而后整体碎掉了 消失了 王轩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颅盖和紫霄和道剑能挡住黑色的风 但耗费的超物质太多了 让他都吃不消 感觉会被抽干 他觉得 自己可能会枯竭 这时 他调动的超物质稍微放缓 他的血肉立刻就被吹落了一块 他居然要撑不住了 空 白发女子动了 右手发光 在他恢复到极强状态时 猛然撼动黑色的风 撕开黑暗地带 但是 他的右手也有血肉脱落 有两根指头可见到白骨 王轩肩头一剧痛 皮肉被可怕的风吹走一块 也几乎看到了骨头 这地方太离奇 十分恐怖 在残破质宝缺少浩瀚的超物质供给的情况下 居然连一阵风都能杀强者于无形中 总算 黑色的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两人身上血迹斑斑 再次向前走去 就这样 王轩和他一起向前走出无理路 并不长 甚至对于超凡者来说 非常短 昔日正常情况下 一跃就过去了 可是 他们却走走停停 写死还生 这地方太怪了 前方那里是湿道崖 任何人踏足后 都会到横纵然掉落 最起码 我在那里会彻底沦为凡人 至宝在那里大概率也会失去规则之力和超凡特性 沦为普通兵器 十分危险 前方 有大宇宙虚空中 居然有一座崖壁 非常突兀 不像是陨石所化 真的就是一座陡峭的山崖 你把我送上山崖 最后的一段路 你不要跟着了 将死死无生 白发女子开口 她侧身看向王轩 道 在湿道崖上 如果你感觉抵不住 也不要犹豫 立刻回去 那里会有很多生物围堵我们 不要死磕 你陪我走到这里已经可以了 王轩苦笑 她虽然出力了 但似乎更趋向于被提携了 被带来掌剑时 女子有意让她接触到这里的秘密 给她留下这条路 我不会勉强 将努力活着 见她望来 王轩这样回应道 两人跃起 横度虚空 到了巨大的山崖上 一刹那 隐隐绰绰 各种生物都出现了 没有嚎叫声 也没有能量波动 有的只是无声的厮杀 这些生物大多都没见过 有人形的 有巨兽 有形似金屋的鸟类 有黑暗的魔物 发疯从山崖下方爬上来 和他们死战 扑杀两人 王轩发现 紫霄和道剑和卢盖 果然化成了繁物 就如同他自己一样 道横消失了 现在是个大宗师 连他都被压制了 第540章超凡的 最后一抹灿光 怎么可能 王轩低吼 心中无法宁静 他接触的都是 接近真实的物质 一直在探索 命土之下的虚无之地 和众多超凡者不同 即便是在 树剑至宝一起震动时 他都没有跌落过境界 到了这里后 他居然出了意外 沦为凡人 这让他很不适应 从未想到过自己 也会有这样的一天 失道牙 这是对未来的预演吗 大宇宙纠错 超凡的所欲痕迹 都必然会被抹除干净 在未来漫长的光阴中 神话将成为过去 成为别人口中的故事 不会真的再现 以后 现实世界各地 是否会全部沦为失道牙 这个地方像是在暗示 想让所有修行者警醒吗 为将来早做打算 可惜 王轩从来没有经历过 神话辉煌时期 就直接体验到了这种残酷 一只门板那么大的手掌拍落下来 他快速不开 砸得地面都在轻颤 到了这重地步 一不小心他就会惨死在此地 扑 绝光出现 他以紫霄和道剑斩断 那只巨大的手掌 身体更进一步 急速刺穿这个庞大生灵的眉心 将之击毙 一群满身金色鳞片的生物出现 像是非天叶叉 虽然没有法力 但一个各同金铁骨 便是大宗师和他们碰撞 都很吃力 王轩下重手 卢盖失去光泽 但是 却依旧如同翻天印般 是陈丽猛 在扑扑声中将一群黄金叶叉打烂头骨 各种凶物太多了 不认识的巨虫 斑蓝色彩的凶兽 类似金翅大鹏的猛禽 游弱地狱的厉鬼 应有尽有 都是从山崖下爬上来的 也有从扭曲时空中俯冲出来 都只剩下繁体 失去神通 这种拼杀更为凶险 双方不得不身体接触 近距离死战 王轩竭尽所能的大战 紫色断剑滑过一个又一个生物的景象 斩首了一大片 但是他自身也满身伤口 到处都是血痕 瘦创不清 你走吧 白发女子说道 他身手很强 但是 没有了规则 失去超凡手段后 他终究也挡不住 被各种生物淹没了 一条手臂几乎被猛兽用力 齿撕咬下去 他没有痛哼 没有求救 面色平淡 虽然在对抗 挣扎 但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 扑 王轩越来 以炉盖砸碎那头猛兽的头颅 又以此削和道剑 斩杀了一片生灵 将他解救出来 我的力量呢 超凡熄灭后 未来我注定要退化为凡人吗 王轩不甘心 在这里杀敌和人形生物搏杀 和各种猛兽血拼 他伤痕累累 袭击超凡火光汹涌 他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哪怕是在所谓的失道牙 我说了 你该走了 立刻回去 白发女子回首 大声道 体验过了 知道这里什么状况了 保证你自己活着就是了 一切留待将来 他转身 离开王轩 自己冲向远处 王轩一路跟着 劈死杀敌 既然答应过来这里 他就不会敷衍 尽力出手到底 还不是保命离开的时候 真不甘心啊 他在血拼中 低声自语 眼下 他像是回到了练就术的时期 自身没有了神通 没有了源源不绝地秘力 只能倚靠肉身去搏杀 砰 在这个地方 各族的生物都有 一只锋利的爪子 从他的后方看来 刺入他的后背中 险些就将他冻穿 瞬间血淋淋 他半边身子都被染红了 这让他满身血液汹涌 沸腾 有一股情绪在心中爆炸 他又惊又怒 如果未来有一天 会是这个样子 全面失去超凡 他的修行将失去所有的意义 他没有回首 一箭向后斩去 劈开了那个生物的躯体 迅速击杀 他自己也全身剧痛 早已有很多可怕的伤口 但是这时 一股热流突现 久违的感觉 竟突然浮上心头 他竟再次看到了三立光点 这事 然后 他的体内有些许的超凡之光流动 滋润他枯竭的身体 他的体魄中又有了强大的力量 虽然远不及过去 但是超越了凡人 而且 随着时间推移 那种力量似乎依旧在缓慢提升中 王轩发现 自己的心渐渐宁静了 这是源自他自身的力量 短暂的片刻间 他竟双目发色 几乎热泪盈眶 他还有超凡之力 若是失去修行的意义 他不敢想象未来 再失道牙都能如此 那么意味着 在大宇宙纠错面前 他应该也还有机会 杀 他持剑而行 横扫这片区域 带着白发女子一路向前闯 不断厮杀 身边各种生物的头颅滚落而下 最后 他们两人闯到湿道崖边缘 马上就要脱离了 身后死尸成片 到处都是残骸 宛若地狱沙场 他背负受了重创的白发女子 一跃而起 冲出宏大的山崖 踏足在一片土地上 很古怪的大宇宙星空 这里漂浮着一块小型陆地 放下我 在这里我的道行开始恢复了 你不要跟着了 我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 再跟我走下去 你会死 女子落在地上 的确 王轩在这里感受到很极致危险的气息 这让他强烈不安 死亡似乎离他越来越近了 再走下去 他可能会从人间消失 前辈 王轩看着他 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我相信你自己能够沿着原路平安活着回到现世 女子说道 他的气息变了 道行在恢复 一路提升 此刻 他的伤口愈合 周身晶莹 放出神圣光彩 残余的规则之力再现 大概超越了地先道果 他让王轩退出这块小型陆地 道 你可以仔细看着我的路 无论我失败还是成功 你都不要管 见到结果即可回头 王轩默默点头 空 当女子凌空而起 向前冲去时 整片陆地都腾起无尽的黑色物质 化成了火光 化成了雷霆 全部落在他的身上 躲避不开 连整片空间都被烧得塌陷了 周围 大宇宙时空本来就是扭曲的 被这样焚烧和雷击 就更加的模糊了 像是要瓦解了 王轩瞳孔收缩 这块陆地前方 腾起的黑色物质和他在虚无之地所接触到的红色物质相近 都无比恐怖 似乎能够毁灭一切 这是什么地方 居然有这种无限接近真实的黑色物质 他心头震动 白发女子一声不吭 全身发光在对抗 但是 随着时间推移 强大如他 也被烧得皮肉脱落 血液干枯 骨头都焦黑了 发丝更是早已不见 他的背影很凄惨 让人不忍目睹 但是 他自己却不履坚定 自始至终都没有发出一丝痛苦的声音 无声地向前冲 前辈 王轩低语 能够感受到那种痛楚 他曾经借助完整的养生炉在红色物质海中沉浮 横度 那时他感觉到灵魂被撕裂的痛 有质宝在手 他尚且如此 无法穿过陨石通道 现在 女子被黑色物质的汪洋淹没了 黑色大火漫天 什么也没有借助 他却一声不可吭 静止向前闯 直到最后 他跌跌撞撞 要倒下去了 身上早已没有一点血肉 只剩下焦黑的骨架 原神都烧得暗淡了 到了最后 他摔倒在路途中 王轩注视 跟着心痛 他竟然死去了 这是一个意志强大 无比坚定的寻道者 但是 他终于还是撑不住 倒在黑色物质的火海中 嗯 忽然 王轩发现 女子再次动了 爬了起来 伴着暗淡的原神之光 他拼尽最后的力量 冲向黑色的陆地外 周围 扭曲的时空都越发的模糊了 他横渡黑色物质海 闯了过去 他拥有强大的信念 骨头都烧得断裂了 身体近乎散架 原神即将熄灭 可却依旧没有放弃 女子一跃而出 离开黑色的陆地 冲向他心中追寻地目的地 他成功了 落在那里 原本黑暗的空间 一下子亮了起来 前方那里无比开阔 时空不再扭曲 瞬间璀璨 像是黑暗的大宇宙被点燃了 他踏足在一片发光之地 这一刻 他的血肉再生了出来 开始重塑身体 不仅如此 他的力量不断提升 超越了现实的压制 一路拔刀 一头乌黑的绣发暴涨 飘舞开来 他的身段发光 雪白晶莹 重新覆盖上仙道羽衣 空明出世 此时 他重新成为一位超爵士 与规则相合在一起 他变得年轻了 恢复到此生最巅峰的状态 女子没有回头 无比的坚定 冲向璀璨的尽头 王轩心潮起伏 为他而高兴 目送他远去 可是 最后的刹那 在那发光的尽头 女子突然身体微僵 停了下来 不能动了 他艰难地回首 最后看向王轩 似乎说了什么 而后竭尽所能 转过头去 他还想继续迈步 追逐他的梦想之地 扑 最后一抹七燕的红炸开 他的身体破碎了 消散了 雪光落下 整片渲烂的天地 都为之明尽了 而后彻底黑暗下去 王轩震撼 内心满是痛苦 为他惋惜 为他遗憾 为他不甘 心中空空落落 他就这样死去了吗 最后那一刻 他看到了这个时代 超凡的最后一抹灿光 我们下期待